第1821章 自取其辱 小说 修罗武神 作者 善良的蜜蜂 吼 忽然 那黑炎化作一条巨型大蛇 浑身漆黑 眼睛血红 张开血盆大口 便是满口尖锐的獠牙 一股气吞山河 毁天灭地的气息散发开来 妖娇薛染不仅出手了 还施展了一种递进武技 他不仅是要击败楚风这么简单 而是要下杀手 呵 然而 就是此等攻击 楚风却是微微一笑 不以为然 斯拉拉 忽然间 雷电交错 光芒闪烁 雷霆铠甲与雷霆羽翼 已是出现在楚风的身上 随后 楚风便化作一道奔雷 暴尸而起 竟自那巨蛇口中而入 尾端而出 请客之间 楚风不仅从正面 击溃了妖娇血染 运用半成帝兵 所施展的递进武技 更是站在了妖娇血染的境前 你 眼睁睁看着楚风 如同魔鬼一般 穿透了他最拿手的递进武技 并且完好无损地站在连他的境前 哪怕是妖娇血染 此刻也是目瞪口呆 汗毛直立 将心脏提到了嗓子眼的他 深深地倒吸了一口凉气 恐惧他的内心泛起了恐惧 事到如今他终于意识到 眼前的人类是多可的恐怖 只是可惜 已经晚了 我的这只手 将要扇你的脸 不过我给你一个机会 你可以现在选择逃 楚风抬着自己的右手 笑眯眯的对妖娇血染 说道 刷 见状 妖娇血染身形一晃 撒腿就要跑 可是 他身体刚刚动弹 楚风的右手 已如光速一般 落到了他的脸上 啪 一声脆响传来 妖娇血染 已被楚风扇翻在地 此刻 看着那倒卧在地 通红的左脸之上 留着一道血红色手印的妖娇血染 楚风又是一笑 道 机会给你了 可你不中用啊 这 眼见着妖娇血染被打 妖娇王兽 也是目瞪口呆 尤其是战派之妖兽 此刻更是不知该如何是好 九品半地 此刻站在他们面前的楚风 不仅拥有逆战四品的战力 竟然还有这九品半地的修为 此等力量 远在妖娇血染之上 小辈 这还是小辈吗 怎么会有如此强悍的 小辈 哼 此次攻霸平原之上 四族的二品五帝都被楚风兄弟射杀 你一个区区八品半地 竟敢挑衅楚风兄弟 真是自取其辱 不自量力 一旁的妖娇听为冷嘲热讽 楚风的此举 当真是让他大快人心 啊 二品五帝都被他杀了 这怎么可能 其他妖娇王兽们 更是惊叹不已 一时之间感觉难以置信 混账 你们还看什么看 这区区人类 敢打妖娇王兽的未来组长 你们居然坐视不理 还不将他拿下 妖娇血染愤怒地喊道 拿下 听得此话 战派的妖娇王兽们 似是得令一般 纷纷亮出兵器 便要对楚风进行围攻 我看谁敢 然而 还不带他们动手 一道怒喝 自外面吹来 回响在大殿之内 听得这个声音 妖娇王兽们皆是一愣 尤其是战派的妖兽 更是身体一颤 这么多年了 他们自然可以听出 那声音的主人 便是妖娇王兽的组长 妖娇广 那可是让他战派 吃尽苦头的存在 战派之人 谁不怕他 楚风小友 乃是我请来的贵客 我倒要看看 谁敢对他无礼 妖娇广进来了 与他同来的 还有四位老者 这四位老者 全部都是人身 寿面 虽然长得吓人 可是气息更是骇人 全部都是四平五地 想必 他们就是妖娇王兽 长老团的长老们了 而在他们的身上 更是有着深远的岁月痕迹 怕是他们已经活了上万年之久 谁让你们进来的 这里是贵宾殿 没有我的允许 谁让你们进的 全都给我滚出去 妖娇广 看着战派的人呵斥道 战派之人不敢多言 纷纷对妖娇广 与那四位长老失礼后 便赶忙离去 哪怕是此刻左脸高高肿起的妖娇蟹染 也是不敢逗留 赶忙起身离去 从此可以看出 哪怕他战派将要得势 可是实际上 还是很惧怕妖娇广的 全都留在这里 不必出去 然而 妖娇蟹染他们还未走出去 一位中年男子模样的 便走了进来 这个男子高有三米 身强体壮 似是小型巨人一般 大步而来 虎虎生微 可是他却双眼血红 有着瘦的眼睛 有着如妖娇广一样 三平五地的修为 妖娇广 你可真是长了出血 我妖娇王寿的地盘 人类就可以进入 可是我族人却不能进入 这是哪来的道理 那位进来之后 竟敢当众斥责妖娇广 并且楚风还注意到 他来了之后 战派之人也都理直气壮起来 不用多想楚风也知道 这位应该就是战派的主侍者 那妖娇泄染的父亲 妖娇吧 谁给你的胆量 与我这样说话 妖娇广冷声质问 啊 族长大人 你真是威风啊 可你似乎忘记了 你的族长大位 早已到期 只是你赖着不肯退位罢了 妖娇拔冷嘲热讽 放肆 妖娇广顿时大怒 好了 你们两个都给我收连点 在客人面前还敢这般 不怕被人看了笑话 其中一位长老开口了 听到这位长老的声音 楚风心中一动 他从这位的声音中已然听出 这位长老 应该就是当日在攻坝平原 救了他们的那位黑袍人 听雷兄 这位长老叫什么 楚风暗中对妖娇听雷问道 这位是贺长老 当日救你们的 应该就是他老人家 而贺长老旁边的那位是善长老 他们两个是合派出身 所以愿意帮我们 至于另外两位长老 乃是战派出身 他们一直拿规矩压着我们 几乎日日 都催促让我父亲退位 好让妖娇血染立即即位 迫不及待地 想要把持大全 妖娇听雷走到楚风身旁 暗中说道 不是说 长老团不干预这些事吗 楚风不解地问道 不干预 怎么可能 他们巴不得让自己的子孙 掌握大权呢 妖娇听雷 对那两位战派长老 很是不满 你就是楚风 那个罪恶滔天 被四族通缉的小子 战派的一位长老 来到楚风面前问道 目光阴冷 很是不善 嗡 而当那位开口之后 楚风心中一动 他感觉到一股无形 却又冰冷刺骨的气息 席卷全身 要冻结他的灵魂 是精神威压 这位战派长老 竟暗中动用精神威压 在无形之中 压迫楚风 本章完 第1822章 内部争斗 小说修罗武神 作者 善良的蜜蜂 精神威压 并非是精神力 而是攻击对方精神的一种手段 这种手段 不会直接伤害肉体 但却能够击溃对方的精神 让对方崩溃 甚至疯癫 而眼下战派长老 对楚风使用的精神威压 便是相当强横的一种 他的目的很明显 就算不让楚风疯癫 也要让楚风崩溃 从精神上 对楚风造成压迫 楚风与他无冤无仇 乃是第一次见面 可他却下如此毒手 可以看出 这位战派长老 有多狠辣 但是这种手段 对付其他小辈可以 对付楚风 却是毫无作用 不因别的 只因楚风最强的 便是精神力 眼见着自己已经动用了 最强的精神威压 可是楚风却是面色不改 那位战派长老 也是神情一变 颇感意外 回前辈 在下正是楚风 只是有一件事 我想前辈 是搞错了 我楚风从未罪恶滔天 不知前辈此话怎讲 楚风从容不迫地问道 并没有揭穿长老的恶行 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 其实他也是没办法 若是当中揭穿 这位长老对他进行精神威压 那位长老肯定不会承认 到时候反咬楚风一口 楚风可是要吃不了兜着走 你的恶行 世人皆知 战派长老说道 世人皆知 那些只是传闻罢了 前辈没有亲眼见到 便这样说晚辈 实在是冤枉了晚辈 还是说 前辈本身就是一个 道听途说便信以为真的人 楚风问道 哼 听得此话 那位长老眉头紧皱冷哼一声 显然他没有想到 在他们的地盘 楚风竟然还敢这样与他说话 不过他也没有继续与楚风理论 而是回身说道 我看这楚风一身匪气 根本不值得信任 龙王大人的目的 这种人万万不能进入 长老大人 之前明明说好 只要我请来楚风 便让他带着听语 进入龙王大人目的一世的 现在怎么 听到此话 妖娇广有些急了 毕竟此事事关重大 此一时比一时 当初听语身体状况后 的确可以一世 可是 听语急功近利 竟趁着龙王大人目的自动开启 独自闯入龙王大人目的 在那传承池内浸泡足足八个时辰夜 导致体力不支 晕倒在了传承池内 受到反噬 如今虽然已经苏醒 可身体仍然很是虚弱 若是他再进入传承池 无疑就是找死 战派长老说道 多谢长老大人关心 不过听语还能撑得住 就在此刻 一道倩影自电门走入 此女面容娇好 本体却是妖兽 而她正是妖娇听语 听语拜见诸位长老大人 拜见父皇 拜见诸位前辈 妖娇听语 先是礼貌地对着众人失礼 随后来到楚风面前 既喜悦 又惊叹地打量了楚风一番 道 楚风公子 我们终于又见面了 听语公主好 楚风也是客气地回道 楚风公子可真是厉害 我还记得仙人岛的时候 你的修为还是武王 而我那个时候 已是三品半地 今日再见 我虽是五品半地 可你却已是七品半地 你让我情何以堪啊 听语公主你这样说 让楚风很是惭愧 楚风听出 妖娇听语是在开玩笑 没有一丝讽刺 所以她也不会生气 听语 你的脸色还不是很好 这样的你 根本无法进入传承池吧 听语 你毕竟是我妖娇王族之中 唯一一个可以进入传承池的 以你的天赋 早晚可以继承龙王大人的传承 何必急于一时 战派长老说道 长老大人 如果我直言 很想做妖娇王族的组长呢 妖娇听语说道 这 战派长老 以及战派之人 皆是一愣 他们都没有想到 妖娇听语会说得如此直白 若是我日后得到了龙王大人的传承 你们说是要我做组长 还是要我不做组长好 难道 龙王大人的血脉 却连做组长的资格都没有吗 妖娇听语问道 这个 战派长老不知如何回答 受帝黑龙王 是他妖娇王族的骄傲 谁敢说他的不是 况且 当年受帝黑龙王便是何派 而那个时候的战派 虽然把持大权 占据着组长之位 可长老团曾破例提出要求 想让黑龙王出任组长 只是那个时候 被黑龙王拒绝罢了 可就算他没有出任组长之位 但当时的妖娇王寿 却也是以他为首是瞻 就连长老们 对他也是恭恭敬敬 我只想是这最后一次 行不行止这一次 若是这次行也就行了 若是不行 我日后也再不踏入传承池 妖娇听语说道 听语 你说什么呢 听得此话 妖娇广慌了 父皇 树孩儿无能 我真的天赋不足 无法继承龙王大人的传承 若是此次楚风帮我 还是不行 我想以后也依然不行 妖娇听语 一脸认真的说道 唉 妖娇广长叹一声 妖娇听语都这样说了 他又能如何 而见妖娇听语一脸决然 战派长老以及战派之人 则是纷纷目露喜色 其实他们也都不希望 妖娇听语得到龙王大人的传承 因为他们曾听族内前辈说过 黑龙王在的时候 他战派可是惨不忍睹 被打压得极惨 虽然不是黑龙王打压 可是和派之人 却仰仗着黑龙王 对他们进行打压 那对战派来说 绝对是一段黑暗的岁月 尽管他们也知道 若是妖娇听语得到黑龙王的传承 对于他妖娇王族来说 是好事一件 可是因为私心的存在 他们仍然不希望 妖娇听语得到传承 而只要妖娇听语 不再踏入传承池 就没有机会得到黑龙王的传承 他们自然高兴 长老大人放心 我妖娇听语 虽然年纪上小 可向来一言九鼎 从不出而反而 我是认真的 妖娇听语说道 这战派长老脸色难堪 他已听出妖娇听语 是在暗讽他们 既然听语执意如此 那就让他再试一次吧 不过我仍信不过那人足小鬼 需要有人进去盯着他才行 另外一位战派长老说道 长老大人 晚辈愿意前往 战派众位妖兽 纷纷请命 长老大人 我等愿意前往 紧随其后 河派妖兽 也是纷纷请命 你你你 你们三个去 战派长老 点了两名一平五帝 以及一名二平五帝说道 而见此情景 妖娇广 则是眉头微皱 因为战派长老点的三人 皆是战派之妖兽 而此刻 楚风则是颇感无奈 妖娇王兽实力不差 可惜内部争斗实在太过激烈 若是内部不合 何以对外 本章完 第1823章 阴谋 小说 修罗武神 作者 善良的蜜蜂 赫长老 战派向来仇视人族 皆是战派的去 我怕会在龙王大人的墓内 产生一些误会 所以我觉得 应当让我和派的去 妖娇广对赫长老请示道 妖娇广 你这是什么意思 是信不过我 那位战派长老 很是不悦地说道 相信妖娇广不是这个意思 只是你战派仇视人族 此乃事实 难道你不清楚吗 赫长老说道 那好 你也去 战派长老 指着一位和派的妖娇王兽说道 随后看着妖娇广说道 这样总想了吧 这样自然是好的 其实妖娇广仍然不满意 毕竟战派可是去了一位二品五帝 和两位一品五帝 可他和派却只去了一位一品五帝 若是真发生什么事 他和派的那位五帝 根本无法控制局面 但对方毕竟是长老 而他这个组长 已是名存实亡 没有那么多话语权 只能如此 事情就这样定了 明日清晨 我们开启龙王墓地 妖娇广 妖娇把 你们两个也来 战派长老宣布道 而后诸位也是再无意义 后来楚风才知道 那龙王墓地 除非在每年 一个特殊的日子 会自动开启外 平时是没办法开启的 想要开启 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用妖娇王兽的血脉来开启 只是开启墓地 需要承受不小的负担 所以每次开启 唯有长老团的长老们 以及妖娇广和妖娇拔上阵 想到明日清晨 将要进入堂堂受地的目的 楚风便兴奋不已 可他却不知道 一个围绕着他的阴谋 正在秘密谋划中 妖娇拔 这位战派主侍者的殿宇内 今日被战派长老选中 明日陪同妖娇听语 和楚风的三位武帝皆在 妖娇 血染也在 明日进入后 除掉楚风 妖娇拔说道 大人 这怕是不太好吧 不管怎么说那楚风 都是我妖娇王寿的客人 就算我们再怎么反感他 可在族内对他出手 总是不好 听得此话 三位武帝皆是一惊 不好什么 龙王大人 乃是我妖娇王寿最大的秘密 是不可以为外人所知的 否则会酿成大祸 而如今 直接三个人类得知此事 谁能保证 他们不会将此事传出去 妖娇拔说道 可就算除掉了楚风 还有另外两个人类啊 一位一平五帝 不解地问道 只要除掉楚风 我自然有办法 让那另外两个人类 也都死在这里 妖娇拔说道 可是 替雨公主也去 她定会跟随楚风左右 我们怕是没有机会动手 有妖兽说道 这种事情 还用我教你 妖娇拔说 此话的时候 眼中闪过一抹狠色 大人 您的意思莫非是 此刻 那三位武帝的脸色 都变得有些惊恐 怕什么 妖娇王寿的天下 迟早是我们的 人族是威胁 可妖娇 听雨也是个威胁 趁这个机会 除掉这个威胁 我战派才能坐稳 未来八千年的江山 妖娇拔说道 大人 这 听得此话 那三位武帝 彼此互看一眼 有些犹豫不定 妖娇王寿之内 虽然和派与战派 内斗数万年 可却从来没有发生过 自相残杀的事情 更何况 妖娇听雨 乃是妖娇王寿少有的天才 也许未来可以将妖娇王寿 推上新的高度 让他们杀妖娇听雨 着实下不起手 难道这八千年 我战派被和派打压的 还不够吗 难道我们憋屈的 活了八千年 未来的八千年 还要默默无闻吗 长老们都老了 最多只能再活千年 千年之后 妖娇听雨 会是什么修为 你们都能够想象吗 那个时候也许连我 也不如他 那个时候 若是他要夺取族长之位 谁能阻他 就算他不夺取族长之位 可他若修为 是我妖娇王族内最强者 就算血染 占着族长之位 大权也要落在他的手中 所以 只有除掉妖娇听雨 才能让血染 坐稳族长之位 妖娇拔说道 此刻 三位五弟动摇了 在纷纷看了一眼妖娇血染之后 那位二品五弟 率先跪倒在地 说道 为了战派荣誉 为了王族未来 我愿遵从大人之命 紧随其后 另外两名五弟 也是纷纷跪倒在地 虽然要除掉他们 不过也要有所计划 血染 明日你也跟着去 然后找机会 将他们引导此处 按照这上面的方法 唤醒地狱火虫 最好能借用地狱火虫 便灭掉他们 灭掉他们之后 你就出来 说是楚风擅自触发了地狱火虫 这才导致妖娇听雨死在气中 得知此事之后 长老们定会大怒 那两个人类也活不了 妖娇拔将一张地图 递给了妖娇血染 地狱火虫 父亲那不是远古时期 一种非常凶残的虫子吗 若被其喷射的火焰碰到 哪怕五帝也要被烧成灰烬啊 虽然龙王大人目的内的地狱火虫 是龙王大人炼制的 可却也威力无穷 若是放出来 那我们 妖娇血染一脸恐慌 莫说是他 此刻那三位五帝 也是脸色发青 很不自在 龙王大人的目的 不仅是地藏 而且比寻常的地藏要凶得多 哪怕他们 是龙王大人的后人 可很多机关也不敢触碰 慌什么 妖娇拔狠狠地 瞪了妖娇血染一眼 这才说到 将这个符纸 贴身放在胸口 机关触发之后 地狱火虫 便不会伤害你们 妖娇拔说话间 将四张绿色的符纸 分别递给了妖娇血染四位 而此刻 妖娇血染四位 赶忙将四张符纸贴在了身上 随后才施理到 定不让大人失望 次日 楚风等人早早地便来到了 寿帝黑龙王的目的 黑龙王的目的藏得很深 并且防守森严 一路走来 锁过结界无数 没有钥匙 根本无法通过 由此可见 这黑龙王的目的 在妖娇王寿之中 绝对是禁地中的禁地 眼前 楚风等人位于的乃是山脉深处的一片空地中 四周是山林 脚下是草丛 但楚风知道 黑龙王的目的就在脚下 终于又能进入地藏了 不知道这寿帝的墓与清帝的墓比 哪个更强 淡淡很是兴奋地说道 清帝的墓地还没有彻底打开 至少那道帝兵所化的大门 我们还没办法开启 所以怕是很难做比较 楚风说道 这道也是 我觉得的清帝会更厉害一些 淡淡说道 长老大人 龙王大人的墓地 开启一次不容易 血染想借此机会 再去一次传承池 看如今的我 能否进入其中 就在这时 妖娇血染上前说道 也好 去吧 四位长老一同点头 见长老同意 妖娇血染 不由看了楚风一眼 并且眼中闪过一抹怪异的目光 虽然那目光一闪而过 却还是被楚风捕捉到了 这妖娇血染不对头 楚风在心中说道 因为当发现那怪异的目光后 楚风便暗中动用天眼 观察了一下妖娇血染 发现了不同寻常之处 怎么不对头 淡淡问道 你看她的胸口 贴着一张符纸 那符纸是壁虫符 可以避开厉害的毒虫 并且 她胸口的壁虫符 是很高级的一种 乃是出自龙温级黄袍剑灵尸的手笔 楚风说道 果然是壁虫符 昨天她的身上还没有这个 怎么今天就忽然出现了这个 淡淡可与楚风共享视线 她也发现了那壁虫符 不对 不只是她 湛派的其他三位 身上也都有 他们可都是要与我一起进入龙王目的的 而除了湛派的之外 妖娇听语与和派的那位 身上皆是没有这种壁虫符 楚风发觉不对后 便一一用天眼观看 这才意识到 此事非同小可 并非偶然 真是混账 他们这定势 有所预谋 多半是要害你 淡淡已意识到了对方的阴谋 本章完 第1824章 将计就计 小说 修罗武神 作者 善良的蜜蜂 楚风 趁着那目的还没打开 揭穿他们的恶行 淡淡说道 怕是没用 他们只是在身上放了壁虫符 什么都没做 就算说了 又能怎样 楚风说道 那怎么办 难道就任由他们一名 淡淡问道 依我看 这目的之内 定然有着 某种厉害的虫子 他们想见那虫子害死我 若是这样的话 我何不将计就计 淡淡 你还记不记得 我在白眉那里得到的 不只有壁虫符 还有隐虫符 楚风说道 哈哈 我明白了 你是以其人之道还至其人之身 让他们放出虫子 然后用隐虫符 破了他们身上的壁虫符 让他们自食恶果 受虫子攻击 淡淡恍然大悟 正是 楚风说道 好好好 这种搜主意亏你小子想得出来 就这么定了 淡淡甚是高兴 与此同时 妖娇王寿的四位长老 还有妖娇广与妖娇拔 开始盘膝而坐 运用自己的血脉之力 开启着黑龙王的目的 开启目的 需要一些时间 楚风趁机将妖娇听语 叫到了一处隐蔽的角落 楚风公子 什么事 妖娇听语问道 别公子公子的 显得客套 叫我楚风就行 楚风说道 那你也别公主公主的 叫我听语就行 妖娇听语说道 行 楚风笑了笑 随后悄悄地将两张壁虫符 塞给了妖娇听语 暗中传音道 把这个贴在胸口 将另一张给你和派的那位前辈 也让他贴在胸口 这是什么 妖娇听语问道 没什么 只是以防万一 听我的没错 楚风说道 好 妖娇听语应道 他对楚风很是信任 可信任归信任 但楚风万万没有想到 妖娇听语 竟然当着他的面 就解开了衣衫 准备将那壁虫符贴在了身上 嗨嗨 见此一幕 楚风顿时目瞪口呆 赶忙咳嗽两声 以来提醒妖娇听语男女有别 怎么了 可是妖娇听语就像什么都不明白一样 继续吞去他的衣服 嗯 没 没什么 眼见着妖娇听语已经露出了片片雪白 楚风赶忙转过身去闭上了眼睛 妖娇听语不矜持 他只能选择不看 你小子傻啊 这丫头故意的 明摆着是在勾引你 你这是不看白不看 为什么不看 淡淡恨铁不成钢地说道 不管他是不是故意的 可只要我看了 就是占了他的便宜 我不能占他便宜 楚风说道 哈哈 逗你的 想不到你还是证人君子 就在这时 一只柔软的玉手 拍在了楚风的后背上 回头观望 妖娇听语正笑眯眯地看着自己 不仅如此 他的衣衫也是记好 幸亏我是证人君子 否则你就被糟蹋了 楚风说道 你不怕我掀出原形吗 妖娇听语说道 咕噜 楚风吓得深咽了一口兔目 原形 那可是妖娇啊 楚风不敢再想了 哈哈 看把你吓得 妖娇听语 则在一旁捂着小嘴 咯咯直乐 那叫一个开心 别胜张 最好只有我们三个知道 楚风只得转移话题 把心放在肚子里 我妖娇听语可不蠢 妖娇听语奄然一笑 甚是迷人 都说妖兽幻化成女人 比真正的女人还迷人 今日楚风倒算是见识了 之后 妖娇听语也想办法 将那张壁虫符 交给了那位和派的一瓶武帝 那位虽然也不明真相 可却也听从妖娇听语的话 寻找机会 将壁虫符贴在了胸口之上 龙龙龙 又过了一会 脚下传来阵阵轰鸣 草丛裂开 一个隧道入口 浮现出 进去吧 战派的三位 以及妖娇血染 率先走了进去 楚风 我们走吧 紧随其后 楚风与妖娇听语三位 也是走了进去 看着楚风等人 消失在其中 百里玄空眉头紧皱 其实他是放心不下的 不过可惜 按照妖娇王寿的态度 百里玄空 就算想陪同进去 也是绝无可能 只能在这里干着急 不愧是黑龙王的目的 走在其中 楚风感叹连连 先不说这里的结界 这里的机关 单单是那种感觉 就与众不同 除了大气磅礴之外 此处任何角落 都在无形之间 带给人一种压迫 楚风 龙王大人的目的内 尽是迷宫 尽是机关 道路交错 极其复杂 走错一步 便必死无疑 我们只知道一条路 那是可以安然地 直达传承池的路 除此之外 我妖娇王族 也不敢在这里乱走 所以你只要跟进我们便可 切勿乱走 妖娇听语低声提醒道 没问题 楚风其实很想在这墓地内探一探 看一看这 黑龙王的目的究竟如何 也许会有一些意外的收获 不过妖娇听语 既然这样说了 他自然要应 总不能不给主人面子 我会规规矩矩的 可他们会吗 楚风瞄了妖娇血染等人一眼 嘴角掀起一抹冷笑 楚风已经几乎可以确定 妖娇血染是准备坑害她的 但是坑害她 只是安静地走安全的路 是绝对没机会的 所以 他们若想坑害楚风 就定会去惹是生非 而现在的楚风 反而很期待妖娇血染去惹是生非 毕竟只有她惹是生非了 楚风才有机会对付她 也有了理由对付她 她 忽然 在最前面的妖娇血染他们 止住了步伐 因为在他们的前面 出现了三条路 走右边的那条 妖娇听语上前说道 前辈 我听父皇说 这最左边的路 通往一座偏殿 殿内 有着许多石雕 石雕刻画的乃龙王大人 从青年到老年 不同时期的容貌 我想去看一看 龙王大人当年的英姿 妖娇血染说道 听得此话 楚风心中再度冷笑 果不其然 这妖娇血染 是要出招了 不行 长老曾嘱咐过 除了通往传承池的路 不许乱走 否则处罚机关 这个责任谁来承担 妖娇听语一口拒绝 听语妹妹 难道你就不想看一看 龙王大人的英姿吗 那可是从青年到老年的龙王大人 妖娇血染诱惑道 听语去看看也无妨 那里 把大人曾去过 并无危险 战派的二平五帝 也是劝道 听到这里 妖娇听语目光闪烁 也是有些心动了 她何曾不想想看一看 龙王大人各个时期的英姿 但仔细斟酌一番之后 她还是坚决地摇了摇头 道 前辈 我觉得 我们还是应该 遵循长老大人的话 听语 我也想看一看受帝的英姿 不如我们去看看吧 此刻 楚风忽然开口 见楚风开口 妖娇血染等几位 皆是颇感意外 他们都没有想到 楚风会帮他们说话 但仔细想想 妖娇血染的嘴角 则是掀起了一抹嘲笑的弧度 心中暗响 这楚风虽然天赋了得 可却是个地地道道的蠢货 我给她挖好了火坑 还不用我来推 自己就要往里跳 死了也是活该 本章完 第1825章 自掘坟墓 小说 修罗武神 作者 善良的蜜蜂 于是 妖娇血染没有 与楚风唱反调 反而极力附和道 对对对 听雨妹妹 楚风兄弟是客人 客人都提出要求了 你就别拒绝了吧 这 那好吧 犹豫一番后 妖娇听雨 总算勉强硬下 于是 楚风等人 便在妖娇血染的带路下 走了最左边 进入了那座偏殿 这座偏殿金碧辉煌 富丽堂皇 尤其是墙面 一看就不同凡响 似是暗藏质宝一般 甚是诱人 这哪里是一座简单的偏殿 明明就是一个宝库 但楚风却已经看出来 那看似暗藏质宝的墙面 就是个诱饵 那应该是机关 只要有人触碰 定要大难临头 楚风觉得 那机关触发 怕是就有毒虫现身 所以他进入此处后 就站在门口 笑眯眯的 看着妖娇血染 他们继续深入 也不说话 眼见着殿内如此华丽 可却没有龙王大人的雕像 妖娇听语 似乎也是感受到了不妙 他与那位合派的五弟 都跟在楚风身旁 站在门口的位置 没有深入 妖娇血染这里 根本没有龙王大人的雕像 我想 是你父亲记错了 我们走吧 妖娇听语说道 语气中有着一些气氛 他也知道自己是被骗了 可能是我记错了 不过这墙壁可真美 画到此处 妖娇血染目露凶光 随后猛然一掌轰出 五力涌动之间 画作一道金灿灿的巨拳轰的一声 便落在了那墙壁之上 碰 而此拳落下 那墙壁不仅瞬息崩塌 还有宛如岩浆一般的物体 自四面的墙体之中 喷发而出 瞬息便淹没了楚风等人 妖娇血染 你做什么 此刻 妖娇听语慌了 他已经发现 那红色的物体 并非是寻常的岩浆 而是密密麻麻的红色虫子组成 那虫子很小 如蚂蚁一般 可却浑身火红 蕴含着极为恐怖的力量 哈哈 做什么 我要你们的命 妖娇血染哈哈大笑 事到如今 他已无需隐藏 凶相毕露 什么 你想要我们的命 你是故意的 你是故意要害我们 妖娇听语一脸吃惊 其身旁的和派五弟 同样如此 他们都知道 妖娇血染品行不端 但从来没有想过 他会想要除掉自己 同类相残 这可是妖娇王族的大忌 没错 你说对了 我就是在弄死你们 可你们现在就算知道又能如何 你们马上就要 被这地狱火虫稍微灰烬 死得不能再死 哈哈哈哈 妖娇血染 面目猙獰 疯狂大笑 你确定没开玩笑吗 这虫子能杀我们 明明毫无威胁嘛 楚风说话间 竟用手抓起一大把地狱火虫 不仅在手中把玩 还用力地捏拿 甚至有的虫子 都被楚风捏碎了 化作红色的火水 在其手中流转 却也无法伤及楚风分毫 怎么可能 见此一幕 妖娇血染目瞪口呆 这传说中的极为凶残的地狱火虫 不攻击楚风也就罢了 竟然还认他柔虐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莫非这地狱火虫的种种凶名 皆是假的不成 怎么会这样 难道这地狱火虫是假的 战派的一品 五地不明所以 如楚风一样 抬手抓住了一大把烈焰火虫 用力地捏了起来 碰 他这一捏 那手中的地狱火虫竟纷纷爆炸开来 刹那间 那爆炸的地狱火虫化成滚烫的火水 喷射开来 瞬息便将其吞噬 啊 惨叫声此起彼伏 撕心裂肺 就连四周其他的地狱火虫 也是不断发出刺耳的叫声 变得蠢蠢欲动 杀机盎然 你傻了不成 毁他做什么 此刻 那位二品五地大怒 一边呵斥 一边想办法 来到了妖娇血染境前 想要保护妖娇血染 然而 那位惨叫没有多久 整个人变如岩浆一般 也化作了火水 融化在了 那密密麻麻的地狱火虫之中 不是他傻 而是你们都傻 想因我楚风 也不看看你们的德行 此刻 楚风的声音再度响起 原来是你 这一刻 妖娇血染才发现 楚风与妖娇听语三位 竟已趁乱 远离了地狱火虫的包围 并且 楚风嘴角带笑 目光轻蔑地看着他们 那个模样 就好像在看一群傻逼 前辈 杀了他 杀了他们 妖娇血染恍然大悟 愤怒地大喊起来 哼 那位二品五地也不怠慢 意念一动 磅礴的武力 便在无形之间 向楚风三位压迫而去 虽然是无形 可毕竟他是二品五地 那等力量相当恐怖 异常骇人 喷喷 然而 那无形的武力 刚刚席卷开来 竟在他们的周围 传来两声爆破之音 当那爆破之音响起之后 一股无形的能量 也是散发开来 鸡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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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下一刻 地狱火虫们 便如得到了命令一般 一道道炙热的火柱 不仅将那位的攻势挡下 火柱更是不断地向妖娇血染三位扑射而去 要置他们于死地 啊 救我 救我 站牌另外一名一品五地 猝不及防 被树到火柱击中 身体如同先前那位一般 被击中的部位 开始化作滚烫的岩浆水 并且正在蔓延全身 肉身与本源同时毁灭的情况下 那位不断发出痛不欲生的惨叫 楚风 你做了什么 你到底做了什么 妖娇泄染又惊又恐 又很愤怒地吼着 做了什么 只是破了你们身上的壁虫符而已 想因我 你们真是自掘坟墓 楚风说道 什么 你都知道了 你全都知道了 听得此话 妖娇血染 顿时愣在了那里 他本以为楚风愚蠢至极 现在才发现 原来楚风早就看破了一切 并且找到了对付他们的办法 愚蠢的不是楚风 而是他们 他们才是真正的愚蠢 愚蠢到被楚风玩弄于鼓掌之中 却全然不知 楚风 我要生死了你 扒了你的皮 抽了你的筋 我要吃你的肉 喝你的血 那位二平五弟 知道自己上当之后 也是发出愤怒的咆哮 那个声音极为刺耳 胜过万寿之音 那根本就不是人的声音 而是妖娇王寿的咆哮 想杀我 那你得先杀光那些虫子 不过你杀的光吗 楚风微微一笑 随后对妖娇听雨说道 那些虫子杀意已起 怕是碧虫符也将不起作用 我们还是远离此处为好 以免被他们牵连 嗯 妖娇听雨点了点头 随后便带着楚风转移 经过此事之后 他对楚风 可谓是言听计从 为首是瞻 本章完 第1826章 神奇传承池 小说 修罗武神 作者 善良的蜜蜂 真是混账 竟敢暗杀公主 我这就去禀告组长大人 来到安全地方 那位和派的五弟 很是愤怒地说道 禀告 你现在去禀告有什么用 无凭无据的 他们岂会信你 况且 你现在去禀告 妖娇拔就会知道 他儿子与手下遭遇了不测 定会请命来此救妖娇血染 为了顾及大局 长老团也会同意他来解救 那个时候你的禀告 就等于是救了妖娇血染他们 楚风说道 那怎么办 难道就白白吃了这个亏 那位五弟很不甘心 吃亏 那可并不见得 等他们死了 我们怎么说都行 反正他们也没办法反驳了 楚风说道 对啊 楚风你 真是太聪明了 妖娇听语 对楚风的想法 很是赞赏 而此刻 那位和派的五弟 也是眼前一亮 看向楚风的目光 变得很是不同 此刻他表面 虽然没有太大变化 可是内心早已是风起云涌 楚风不仅率先发现了 妖娇血染要害他们 还第一时间想出了对策 并且成功地将妖娇血染他们 给阴了一刀 获得了不可能的胜利 毕竟对方可是有二平五弟的 若要真的动起手来 他们都不是对手 但此刻那二平五弟 却只能一边保护妖娇血染 一边在地狱火虫之中挣扎 与痛苦中等死 并且哪怕现在 楚风也没有冲动地 去举报妖娇血染的恶行 反而各方面考虑得极为周全 他短时间的所作所为 简直堪称完美 可若楚风是一个 活了万年的老怪物也就罢了 他还只是一个 不足三十岁的年轻小辈啊 比他还少活了几千岁 对比之下 他真是觉得 自己这几千年 真是白活了 这个人类小鬼 着实有些可怕 还好他是友军不是对手 否则 真是不敢想象 想到这里 那位深深地倒吸了一口凉气 看着眼前修为 还远不如他的小辈 他的眼中 竟涌现出了畏惧 楚风 那我们现在去哪里 妖娇听语问道 现在他什么事都听楚风安排 唯有这样 才有安全感 做该做的 去传承池 楚风说道 嗯 妖娇听语目露喜色 经过先前的一些事 他对楚风更有自信 觉得这次依仗楚风 很有可能成功得到龙王大人的传承 而因为通往传承池的路径 是一条很安全的路 楚风也就无法见识黑龙王的一些手段 可哪行走的路径已很是明确 可以楚风等人的速度 却走了足足一个时辰 仍然没有到达传承池 由此可以想象这座地藏有多大 我们应该快到了吧 忽然楚风问道 是快到了 可还有一定距离啊 你怎么知道的 妖娇听语一脸好奇地问道 因为他看楚风的样子 并不像是猜的 而是确定了一样 可是此处的墙壁 具备隔绝精神力的作用 借灵师所用的观察手段 在这里可以发挥的余地 也是非常小 就算楚风拥有逆天的观察手段 在这个距离 应该也还发现 不到传承池才对 一股与你们相近的气息 我隐约间能够感受到 不过这股气息实在太强了 比你们的太上长老 还要强大得多 根本不可相提并论 我想 应该就是受地的传承池发出的 楚风说道 我们怎么感应不到 妖娇听语与那位五帝 皆是颇感吃惊 他们是妖娇王兽都感受不到 可楚风却感受到了 哼 楚风微微一笑 没有过多解释 毕竟这种事情也无法解释 可能这就是天赋的差距 楚风总不好在他们面前 吹嘘自己的天赋 是如何了得 因为楚风觉得 他需要保持那谦虚的好品质 楚风你真神奇 不过 我还有个问题 一直想问你 妖娇听语问道 你问 楚风说道 为什么之前 你捏碎那些虫子就没事 可是妖娇柳依就不行 妖娇柳依 是捏碎虫子 而死那个蠢货 楚风问道 就是他 妖娇听语点了点头 因为我捏碎的是假的 可他捏碎的 却是真的 楚风说道 假的 妖娇听语与那位五帝 皆很意外 借灵诗的一些小把戏罢了 其实你们若仔细看 也是能够分辨的 只是当时情况紧急 没有人想到 我会做假罢了 楚风说话间 摊开双手 掌心竟再度出现了一把地狱火虫 见到地狱火虫 妖娇听语和那位五帝 皆是下意识的向后倒退 已经见过地狱火虫的他们 对这小东西 可谓甚是恐惧 怕什么 假的 楚风微微一笑 便一把将那手中的地狱火虫捏碎 那地狱火虫捏碎之后 又化作了火水 可是落在楚风手上 楚风却毫发无损 并且没过多久 那些火水便化作金光 消失于半空 原来真的是假的 此刻 妖娇听语与那五帝皆是汉颜 虽然他们已经认真观看 可还真没发现这是假的 简直就与之前那些真的地狱火虫一模一样 虽然他们是妖兽 可是毕竟是黑龙王的后代 其实也都是具备精神力的 再加上修武者本身的感应力 他们的感应力与观察力也是不差的 可是楚风已节节凝聚的地狱火虫 短时间之内 他们还真看不出来 看来是到了 而在闲聊之间 楚风等人也在继续赶路 楚风感觉到 那种强大的妖娇血脉气息 已是越来越强 终于 楚风三位进入了一处宽敞的地方 此处之广阔 宛如一方天地 但楚风的目光 却被眼前的一座湖泊 深深地所吸引 那湖 不是寻常的湖 深不见底 并且色调混沌 上面却还萦绕着一层特殊的雾气 而楚风感受到的气息 便是源自此处 想必这便是那传承池 只是这哪里是池子 分明就是一座湖 奇怪 为何我感受到的气息 会在这湖中游动 楚风感觉不对 于是便用天眼观看 好是神奇 而这一看 楚风也是眼前一亮 面露震惊之色 因为在天眼之下 楚风能够清晰地看到 在这传承池的深处 有着一道巨大的阴影 那阴影是一条妖娇 长达近千米 甚是恐怖 虽然只是阴影 而并非实体 可它正是那气息的本体 楚风你发现了什么吗 妖娇听语见楚风自言自语 且面容变化 便好奇地上前问道 楚风抬头 发现不仅妖娇听语 用那好奇的目光看着自己 就连那位武帝也是 难道你们看不到吗 楚风指着池子问道 看到什么 妖娇听语与那武帝一同问道 我懂了 楚风说道 啊 妖娇听语两位更是不解 本章完 第1827章 龙王再现 小说修罗武神 作者 善良的蜜蜂 楚风你说什么呢 妖娇听语问道 听语 我问你 你进入传承池后 是不是能够感受到受帝的力量 只不过那力量有时可以感受到 有时又感受不到 相比之下 感受不到的时候更多 楚风问道 你怎么知道 妖娇听语与一脸震惊 这件事情 只有他知道 因为只有他能进入传承池 只有他清楚传承池内的感受 受帝的传承力量 并非是弥漫在了传承池之内 而是以妖娇王兽的虚影形态 在这传承池内游走 唯有那虚影接触你的时候 你才能感受到他的力量 楚风说道 真的 为什么我看不到 妖娇听语与那五帝 皆是将目光投向池内 可依旧什么都看不到 我也是用特殊手段才看到的 不过 这也许是一个好消息 楚风说道 此话怎讲 妖娇听语问道 依我看 天父只能决定 你是否有资格进入传承池 可是想得到传承 必须让那虚影始终跟随你 才好 你若只是安静地待在传承池内 等着那虚影碰巧游到你身边 那实在太难了 不过 我若用天眼观察 让你再追着那虚影游动 便可以始终在虚影之内 这样应该可以让你更好地接受传承 楚风说道 也许可行 那我们现在便试试 妖娇听语迫不及待地想要尝试 于是身子一转 直接掠入了池中 只是进入池子 她的脸色便有所变化 虽然她可以进入传承池 可是传承池的压力 她还是要承受的 也是那压力的存在 才导致她不能长时间在池中浸泡 这也是为何她之前 强迫自己长时间待在传承池 导致身体不支 昏在其中的原因 那一次 若不是有人及时发现 运用手段将她从传承池中救出来 她如今早已是死人 噗通 一道水花溅起 楚风已是落入传承池内 说道 开始吧 楚风 你 看着楚风 妖娇听语又是一惊 怎么了 楚风问道 没事 妖娇听语摇了摇头 其实她是想说 楚风的天赋实在过人 落入池中 竟然面色不改 明显是感受不到池中的压力 此刻 妖娇听语真正的认识到 并非这传承池的难度太大 只是她的天赋还远远不够 若是 她有楚风的天赋 就算那传承的力量 是游动不定的 也定能够得到传承 只是可惜 她没有 听语 跟我来 楚风说话之间 便向池水深处游去 妖娇听语不敢怠慢 也是紧随其后 跟随楚风向深处游去 游了没有多久 一股磅礴的力量 便传入妖娇听语全身各处 与此同时 开始融入她的体内 果然可行 妖娇听语越发惊喜 跟随楚风游动 真的能够一直感受到 那龙王大人的力量 这样下去 也许此次真的能够成功 此次 乃是我妖娇王族的福星 那位武帝 虽然站在池边不能进入 可是一切却都看在眼中 对楚风这位晚辈 越发敬佩 而在妖娇听语接受传承的时候 楚风也能够感受到 那虚影之内的力量有多强大 但除此之外 却没有太多别的感觉 若不是楚风 有天眼发现池中的奥秘 而是傻子一般 在池中干泡着 就算她天赋再好 也许也无法真的帮到妖娇听语 楚风 试试感应此处的结界 也许能够让你的结界之术 有所突破 淡淡提醒道 对啊 我怎么没想到 还是我的女王大人聪明 楚风恍然大悟 她之前只想着 寻找修武方面的帮助 却忘记黑龙王结界之术了得 地藏之内处处皆是结界之术的大手笔 尤其是这传承池 乃是整个地藏的精华所在 这里的结界之术更是了得 若是认真感悟 楚风也许能够借此机会 领悟到结界之术新的境界 从而沟通龙温级结界之力 一举成为龙温级黄袍界灵师 于是 楚风一边追赶那虚影 一边感受那虚影之内 精湛的结界之术 问 然而 忽然之间 楚风不动了 那游动的妖娇虚影也不动了 紧跟着妖娇听语也不动了 他们就犹如被钉住了一般 哗啦啦 与此同时 传承池的水面开始沸腾 这 这还是我第一次看见这种景象 难道那楚风 真的可以帮助公主殿下 得到传承 看着那沸腾的水面 那位 守在池边的五帝 一张脸上 满是震惊 就连身体都开始激动地颤抖 之所以如此 只因那沸腾的水面很不寻常 那沸腾的部分 形成了一条巨大的蛟龙 而那正是水中的蛟龙虚影 映射而出的 这位五帝看不到那虚影 可却能够看到这沸腾的水面 但只是如此 便足够让他震惊不已 在他看来 那可不是虚影 而是龙王大人的身影 这是哪里 而此刻的楚风 看到的不再是池中深水 不再是蛟龙虚影 他已经身处另外一个空间 脚下茫茫白云 头顶无边苍天 而在他的四周树立着八个巨大的雕像 各个高达千米 那是妖娇王兽 妖娇王兽的原形 吼 忽然 一声怒吼传来 听得这个声音 楚风的汗茫 都是根根直立 那声音实在是太恐怖了 而在那声音传来的方向 则是一片白雾 此刻白雾之中 出现了两道耀眼的红光 血红血红 甚是吓人 那是一双眼睛 妖娇王兽的眼睛 终于 那妖娇王兽露出了原形 他顶天立地 竟与那雕像一样大 可那雕像是假的 他却是真的 一股无与伦比的威势 自其身体散发而来 让楚风很不自在 嗯 竟是人类 那位忽然靠近楚风 距离楚风 只有半尺的距离 一双红色的眼睛 比楚风要大上数十倍 此刻紧紧地盯着楚风 就像是要用目光 将楚风扒皮火寡了一般 一个人类 凭什么得到我的传承 那妖娇王兽 发出一声阴冷且不甘的声音 兽地前辈 晚辈从未想过 得到你的传承 我来此处 只是想得帮助您的后辈 得到你的传承而已 楚风说道 嗯 可是很快 那妖娇王兽身躯一晃 目光变得很不一样 充斥着不可思议之色 不 你有资格 那妖娇王兽 连语气都变了 没有厌烦 很是柔和 前辈 您莫要误会 晚辈并不想 听得此话 楚风赶忙解释 他可不想 抢了妖娇听语的传承 嗯 然而 还不带楚风将话说完 那位便张开大嘴 一口将楚风吞掉 本章完 第1828章 得到传承 小说 修罗武神 作者 善良的蜜蜂 黑龙王吞噬而来 楚风眼前一片模糊 而当眼前变得清晰之后 楚风发现 已是回到了传承池内 只是此刻传承池内的 那道妖娇虚影 正在变小 准确的来说 是在围绕着妖娇听语变小 那蕴含着强大妖娇 血脉的妖娇虚影 正在融入妖娇听语的体内 看来是成功了 见到这一幕 楚风面带微笑 也是松了一口气 本来他还以为 那黑龙王是要将力量传承给他 那个时候 楚风真是吓了一跳 若是黑龙王真的将力量传承给他 那就等于楚风抢了妖娇听语的力量 等于将楚风陷入了不忠不义的地步 但是现在 妖娇听语的变化非常明显 就连气息也在急速攀升 本是五品半地的他 现在已是七品半地 并且气息还在提升中 不对 然而 楚风很快又是一惊 妖娇听语的确在接受传承 那是千真万确就发生在眼前的事 可是楚风 他的气息竟也突破了 不再是七品半地 而是八品半地 不仅如此 楚风感觉到 他的精神力 也是变强了数倍 意念一动 自结界空间沟通而来的结界之力 已不再是蛇文级结界之力 而是龙文级结界之力 我也突破了 莫非是得到了传承 楚风惊叹不已 他的八品半地修为 以及龙文级结界之力 已经固定 虽然没有再度提升的可能 可这就是他现在的力量 楚风 你快进来看看 此刻 淡淡也是激动地开口 怎么了 听淡淡的语气 似有极事 楚风也是赶忙将意识投射到结界空间之内 我的天啊 怎么会这样 而来到结界空间 向来淡定的楚风 也是不淡定了 在他的结界空间之内 不仅女王大人这位游物在 竟然多出了三件物品 正漂浮在结界空间之内 那三件物品分是 一张地图 一块令牌 一把钥匙 地图 时虚时针 虚幻与真实之间变化 很是神奇 那令牌 似是普通的石头打造 很是粗糙 甚至有些丑陋 可楚风一眼就看出 这是不凡之物 暗含特殊的力量 至于那把钥匙 更是奇特 那钥匙是光体组成 那光体 是又是由无数道 小光体组成 就好像是漫天的星辰 化作了一把钥匙 没错 看起来 这就像是一把星辰钥匙 惊奇之下 楚风抬起手来 想将三件物品 抓到手中 仔细观看 碰 然而 楚风的手刚刚碰到 那把星辰钥匙 那星辰钥匙便爆炸开来 化作树道流光 消失不见 碰 碰 紧随其后 那块令牌与那张地图 也都纷纷爆炸 消失不见 怎么会这样 见此一幕 淡淡吓了一跳 在他看来这三样东西 皆是宝贝 若是没了 实在可惜 不 已经在我身上了 楚风说道 什么 淡淡不解 楚风微微一笑 随后便将意识投射到身体 张开自己的双手 那块石头令牌 以及那把星辰钥匙 分别在他的左右手中 竟然从戒铃空间 转到了身上 淡淡很是惊讶 但又问道 可还少了一张地图啊 地图在我脑袋里 楚风点了点自己的脑袋 虽然那地图不见了 可是地图的内容 却在自己的脑海之中 哟 不错嘛 看来那黑龙王的确有些本事 竟能够做到这种地步 淡淡也是颇为赞赏地点了点头 绝美的小脸之上 挂上如此甜美的笑容 当真是迷人至极 看得人心都快要化了 那地图记载的什么内容 与这钥匙和令牌 有什么关系 喜悦之际 淡淡又好奇地问道 月下迷宫 这地图是月下迷宫的地图 这要是这令牌 皆与月下迷宫有关 楚风说道 五只圣徒 三大禁地之一 淡淡问道 嗯 三大禁地 月下迷宫 嗜血沙阵 远古坟场 而黑龙王留下的三件东西 便皆是与月下迷宫有关 楚风说道 是宝藏 淡淡继续问道 是 是黑龙王留下的宝藏 是他毕生积攒的财富 可能会有地兵 楚风说道 哇 这么说来 他真的传承给你了 淡淡越加兴奋 他将力量传承给了妖娇听语 可是宝藏却传承给了我 楚风说道 好 那还真是不许此行了 淡淡更加的高兴 不行 这是属于妖娇王族的 我不能要 楚风说道 你不会要还给妖娇听语吧 淡淡说道 这是自然 楚风说道 傻 蠢 白痴 简直是浪费了黑龙王的一片苦心 淡淡颇感气愤 这本就不属于我 楚风只能苦笑 就算淡淡生气 他也不能将这些占为己有 嗡 就在此刻 那虚影已经基本不见 彻底融入了妖娇听语的体内 眼下 妖娇听语的气息 已经提升到了八品半地 并且仍在攀升 不过 最终在八品半地巅峰的时候停了下来 他并没能突破到九品半地 但楚风却知道 他迟早会突破 并且很快就会突破 搞不好今日就会突破 因为那妖娇虚影的力量太强了 而眼下那力量 全部在妖娇听语的体内 完美地融合 他已经得到了受帝黑龙王的传承 他所得到的传承 与张天忆得到的工地传承有所不同 妖娇听语是 完整地得到了黑龙王的力量 他注定 日后将有不凡的成就 就算超越黑龙王 也并非不可能 我成功了 我成功了 妖娇听语睁开了眼睛 狂喜无比 竟猛然扑入了楚风的怀中 紧紧地抱住了楚风 恭喜你了 楚风也是一脸笑意 深深地为妖娇听语感到高兴 也为妖娇王兽感到高兴 谢谢你 我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才好 要不然 我以身相许吧 妖娇听语看着楚风说道 呃 楚风不知如何回答 他承认 妖娇听语很是性感 也很是迷人 可是他对妖娇听语 却没有特殊的感觉 只是拿他当朋友罢了 哈哈 看把你吓的 逗你玩的 我妖娇王兽 只能与妖娇王兽结合 不可能与人类在一起的 妖娇听语说道 你这丫头 楚风总算松了一口气 咦 楚风你的修为也提升了 妖娇听语 感受到了楚风八品半地的气息 本章完 第1829章 如此逆天 小说 修罗武神 作者 善良的蜜蜂 嗯 这也是托你的福 若不是陪你来这里 不可能正快突破 楚风说道 好好 实在是太好了 这可真是双喜临门 我们出去 让前辈也为我们高兴高兴 妖娇听语说话间 便自传承池飞掠而出 成功了 那位五弟 也是一脸惊喜 毕竟妖娇听语的变化 是如此的明显 成功了 前辈 我真的成功了 我和派可以继续把持 妖娇王族的大权了 而这全都靠了 楚风 他是我妖娇王族的大恩人 妖娇听语说道 好好 那五弟激动不已 连说了三个好字 随后竟扑通一声 跪在了楚风的面前 前辈 您这是做什么 楚风赶忙上前搀扶 楚风小友 大恩不言谢 可你今日之恩德 我妖娇王族必须报答 日后有事 你就说话 就算赴汤蹈火 送掉我这条小命 我也愿意 那位五弟 一脸凝重地说着 却不肯站起身来 前辈 言重了 我与天语公主早就相识 我们乃是朋友 我楚风帮朋友不图回报 楚风说道 楚风小友 此恩我妖娇王族必报 你不知道 这对我妖娇王族来说 有多重要 那位坚决地说道 居然像人类下跪 真是丢我妖娇王族的脸 然而 就在这时 在远处忽然响起一道熟悉的声音 你没死 看到那位 妖娇听雨 与那位五弟 皆是大吃一惊 面露惊慌之色 那位来者 竟是战派的那位二品五弟 他居然在地狱火虫的围攻下 活了下来 听雨 好歹我也是 你前辈 你就那么希望我死吗 那位一边冷笑 一边向楚风三人靠近 你想怎么样 妖娇听雨问道 很简单 你希望我死 我便要让你死 尤其是现在的你 竟得到了龙王大人的传承 那便必须死 战派五弟 冷声说道 楚风 听雨 你们快走 此刻 那位和派一品五弟 猛然掠出 化作一条巨大的黑色妖娇 向那位战派的二品五弟掠了过去 他化作了本体 是想要予以自己的性命 来为楚风和妖娇听雨 争取逃脱的机会 不自量力 战派五弟冷哼一声 身为二品五弟的他 岂会将一品五弟放在眼中 意念一动 威压便横扫而出 想用威压 便将那位碾压致死 亡 然而 就在那威压横扫而下之际 一道金灿灿的结界 忽然凭空浮现 化作一道墙壁 将战派五弟的威压 给挡了下来 龙文结界 看到那龙文涌动的金色结界 莫说战派五弟 就连和派五弟 与妖娇听雨 也是大吃一惊 楚风 你竟是龙文级黄袍界灵师 战派五弟 满目震惊地看着楚风 他知道那结界是楚风发出的 你的命还挺硬 应该是运用了某种宝贝 才活下来的吧 楚风说道 回答我的问题 战派五弟呵斥道 脸上的震惊不减反增 我的结界你看到了 这不是明知故问吗 楚风冷冷一笑 随后说道 其实你能活下来 倒也刚好 对于你这种败类 我一向喜欢亲手了结 话到此处 楚风已经走到了那位和派五弟身旁 对其说道 前辈 这个妖娇王寿中的败类 就由晚辈来对付吧 楚风 和派五弟有些不放心 虽然楚风的修为有所增进 可却只是八品半地 怎么能与二品五地抗衡 前辈 相信我 楚风自信地说道 小心一点 最终 和派五弟妥协了 毕竟他根本没有与那战派五弟抗衡的能力 但楚风先前 的确通过结界之术 挡下了战派五弟的威压 尽管对楚风没有自信 可眼下楚风的能力 的确比他要强 若是他出手 其实他也知道自己 只有死的份 但若是楚风出手 也许真的 会有一线生机 于是 那位和派五弟 便来到妖娇听语身旁 带着妖娇听语 推到了远处 一个足够安全的地方 而楚风 则与那位战派五弟 正面对峙 可笑 一个八品半地 竟敢妄言要了结我 人类可真是无知 战派五弟 并未将楚风放在眼中 别废话了 我让你先出手 楚风说道 楚风 就算你是容温极界灵师 可你也绝对不是我的对手 我不是一品五弟 而是二品五弟 并且还是妖娇王族中的精英 我的妖娇血脉 会让你明白 何为恐惧 战派五弟 瞪着血红地说道 我告诉你 我与你斗 不用结界 只用武力 楚风说道 你说什么 战派五弟 脸色一变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马上让你清楚 楚风话音响起之际 只听呲啦啦一声 眼中雷芒闪烁的同时 雷霆铠甲与雷霆羽一同浮现 楚风的气息 顺息从八品半地 提升到了一品五弟 哄 随后 楚风身形一动 便顺息来到了 那战派五弟进前 并且一拳落下 静止地轰向了战派五弟 该死 战派五弟赶忙 抬起胳膊去挡 可这一拳虽然挡下了 但胳膊之上传来的酸痛感 却让他感觉难以置信 楚风的修为 从八品半地 跳跃到了一品五弟也就算了 他的战力 竟然能与他抗衡 要知道 他的战力 乃是逆战三品 而楚风能以一品五弟的修为 对他二品五弟造成威胁 这说明楚风的战力 当真是在逆战四品 受死吧 而楚风 却不给他过多思考的时间 拳脚 交错之间 攻势越发凶猛 打得战派五弟措手不及 一时之间除了闪避 便只能防御 挨打 太不可思议了 楚风小有的天赋 竟然逆天到了这种地步 与此同时 和派五弟与妖娇听语 也是惊叹不已 感觉不可思议 楚风能够用手段 从半地突破到五弟 就很令他们难以置信 五弟与半地 截然不同 有很多人 很多妖兽在半地的时候 都可以用特殊手段 将自己的修为在短时间之内 进行提升 比如地级血脉 天赐神力 以及妖兽特殊的传承血脉 都可以如此 但是到了五弟之后 便很难 很难很难 甚至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半地的时候 也许可以用血脉 提升修为 可是到了五弟之后 便不可以 举例说明 那些四大地族的太上长老 那些天赐神体的五弟 哪一个不是天资卓越之辈 他们在八品半地的时候 都可以用各自的手段 将修为 提升从八品半地 提升到九品半地 可是到了九品半地之后 他们却不可以用他们的手段 将九品半地的修为 提升到一品五弟 至于成为了真正的五弟之后 他们更是无法用各自的手段 从一品五弟 提升到二品五弟 他们的手段 无论是天赐神力 还是传承血脉 在五弟的境界之中 只能增加一定的战力 却无法提升一品修为 也就是说 不管怎样的手段 从半地提升到五弟 都是不可能的 半地就是半地 而五弟就是五弟 两者之间有着之的差距 和不可打破的限制 那是一条鸿沟 不肯逾越 但是这种不可能的事 楚风却让它成为了渴 别人做不到的事 楚风却做到了 那无法跨越的鸿沟 他楚风却跨越了 这叫妖娇听语 他们如何能不震惊 本章完 第1830章 天境武技 小说 修罗武神 作者 善良的蜜蜂 砰砰砰砰 楚风连续攻击 天花乱坠 狂猛无比 四十万道陨石 一同落下 不断轰向战派五弟 而战派五弟大意之下 楚风有一拳突破防御 直接轰在了 他的左肋之上 轰 又是一声巨响 战派五弟瞬息倒退数千米 狠狠地撞击在了岩壁之上 岩壁毫发无损 可他的身上 却是嘎嘎作响 楚风只是这一拳 就将他左肋的骨头 轰碎三根 这点能耐 也敢自称妖娇王兽的精英 楚风轻蔑地笑道 我要你死 战派五弟勃然大怒 亮出一把巨大的流星锤 便向楚风砸去 呼呼呼呼 那流星锤轮动起来 呼呼作响 所过之处 更是漆黑一片 连虚空都被毁掉了 原来这乃是一把半成地兵 比兵器 怕是你依然不行 楚风说话间 便将天仙降卧于手中 随后凌厉的剑法 如暴雨梨花 不仅将那战派五弟的流星锤 挡了回去 与此同时 更是发起了反攻 可恶 连连被压制 战派五弟气得咬牙切齿 清金爆气 好说歹说 他是真正的二品五弟 运用半成地兵 足以发挥出其真正威力 而这流星锤 更是跟随他多年 基本上达到了 受气合一的地步 多少同级别的五弟 都败在了他的流星锤之下 至于楚风 眼下虽然也是五弟的修为 可那是靠手段提升上来的 他并不认可楚风这个修为 在他看来 楚风就是一个冒牌五弟 可是这个冒牌五弟 不仅在拳脚上能够压制他 在半成地兵的使用上 竟也压制他 这叫他怎么能忍 然而 最令他无奈的是 就算再不能忍 他也只能忍 因为他的确不是楚风对手 这是他无法改变的事实 你这锤子倒是不错 可惜你无法驾驭他 用得实在太懒 简直浪费了一把好兵器 楚风一边压制 一边出言羞辱 楚风 你真是七腰太甚 战派五弟 被楚风气得 连心肝脾肺都要炸掉了 暴怒之下 他突然大喝一声 随后一股磅礴的力量 镜子他体内散发开来 这种情况之下 他竟绝地反击 不再一味退避 而是与楚风硬碰硬地对战起来 不过 战派五弟这强大的力量 也不是平白无故就得来的 他的身上 开始出现到 到火红色的纹路 那纹路似是岩浆一般 火红刺眼 但楚风却注意到 那火红的纹路 竟然在流血 那血是真的 自残的招数 楚风已经发现了 战派五弟此刻的秘密 楚风不好 他在燃烧血脉 要用自己的命换你的命 妖娇听语大喊起来 燃烧血脉 燃烧血脉 可以让他更强 楚风问道 是的 他燃烧的程度之强 此招过后 他将暴体而亡 必死无疑 但是换来的 却是极为强大的力量 可以无限地接近三平五弟 妖娇听语说道 既然这样 那我便给他一个机会 楚风微微一笑 随后竟然虚晃一招 闪到了一旁 不再出手 楚风 你做什么 快阻止他 见楚风不但不打压 反而收手 妖娇听语 与那位和派五弟 都被吓坏了 可楚风却不以为然 看着战派五弟说道 你酝酿吧 酝酿好了 再来与我交手 哼 战派五弟冷哼一声 藐视 楚风这般行为 绝对是对他的藐视 尽管暴跳如雷 可此刻他却接受了这种藐视 接下来的这招 的确需要一些时间 楚风若是干扰他 那他也许施展不出来 可楚风若是袖手旁观 那他绝对能够施展而出 只要想到 楚风将为自己的狂妄自大 而付出惨死的代价 战派五弟便觉得 就算受再多屈辱 可那也值得了 隆隆隆隆隆 忽然 战派五弟张开双臂 随后自他那火红的裂痕之中 开始溢出火红色的气体 那气体略出的速度很快 眨眼间竟形成了一条 长达数百米的火红色妖娇 这只妖娇 虽然是气体形成 乃是半透明状态 但却面目猙獰 凶相毕露 甚至比寻常的妖娇王兽 还要威武霸气 与众不同 最重要的是 他蕴含着极为恐怖的力量 可以毁天灭地 碰 忽然 又是一声闷响传来 那战派五弟 竟然爆炸了 可是他爆炸之后 气息却还在 他没有死 只是与那火红色的气体 融为一体了 此刻 那气体便是他 他便是那气体 而这使他变得更为强大 糟了 他竟然练就了这招 妖娇听语 与那位何派五弟 皆是面如死灰 他们都知道 这一招的可怕 那是一种禁忌招数 叫做血脉妖娇王 这血脉妖娇王 必须燃烧妖娇王兽的血脉 才能召唤而出 而燃烧血脉 等于是在自杀 所以 若是有哪只妖娇王兽 成功地施展出这招 那么也就等于他将死去 可毋庸置疑的是 这个血脉妖娇王 非常强大 是堪比天晋的武技 哈哈 看来 你们已经认出来了 不过为时已晚 我已经凝聚而成 你们能做的 只有等死 看着妖娇听于 两位那面如死灰的脸色 战派武帝的脸上 久违地扬起了一抹笑意 只是这抹笑意 是在那火红色的妖娇脸上 看上去异常争鸣 楚风 你将为你的狂妄付出代价 我这就让你见识见识 天晋武技的威力 战派武帝 将那凶残的目光 看向了楚风 此刻他已化作血脉妖娇王 得到了压制楚风的力量 以死为代价 还以为你能施展出 多么了得的招数 搞了半天只是如此 天晋武技 哼哼 楚风的嘴角 扬起了一抹讽刺的笑意 你笑什么 见哪怕自己如此 可还是被楚风轻视 那位再度勃然大怒 刷 而就在这时 楚风的眼中 忽然浮现一抹灵力 紧随其后 他黑发飘动 衣袍狂抖 血红色的气息 自其体内散发而出 那血红色的气体 出现得很快 流动得也很快 顷刻之间 已然覆盖了这片天地 莫说是楚风和妖娇听语 就连那位战派武帝 所化身的庞然大物 血脉妖娇王 也被那血红色的气体 所覆盖 与此同时 一股极为圣人的声音 也自那血红色气体之中传来 没人能够形容 那是什么声音 就仿佛那根本就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声音一般 本章完 第1831章 《一指灭杀》 小说 修罗武神 作者 善良的蜜蜂 这 这是什么 此刻 战派武帝慌了 同是红色气体 他用来凝聚血脉妖娇王的火红色气体 竟然在瞬息缩小了一圈 不仅如此 竟还在剧烈的颤动 似是惧怕了 那血红色的气体一般 并且 他自己也能够清晰地感受到 楚风所散发的血红色气体 是多么的恐怖 那种感觉 就仿佛那不是这个世界的气体 而是来自地狱深处的气体 像是来自地狱的魔鬼一般 将要涂灭世间万物 所以那股杀气 无人可比 这血红色的气体 的确要比他召唤的血脉妖娇王 还要恐怖得多 最主要的是 此刻那气体 已经覆盖了他 他就算想逃 也是没有机会了 嗡 而忽然之间 在楚风的两侧 竟出现两道巨大的光亮 不 看到那亮光 战派武帝惊呼一声 他几乎快被吓傻了 因为 那两道巨大的光亮 并非单纯的亮光 而是一双眼睛 那是血红色气体的眼睛 并且 当那眼睛出现之前 血红色气体的下方 就有着一条半月形的巨大裂痕 那裂痕来回扭动 很是猙獰 也很是圣人 可是 当那眼睛出现之后 再看那条巨大的裂痕 战派武帝才发现 那根本就不是裂痕 而是一张嘴 是那血红色气体的嘴 那血红色的气体 并非只是气体 而是具有生命的 它不是 好像是魔鬼 它其实就是魔鬼 我尽让你见识一下 真正的天境武技 楚风说道 天境武技 这是天境武技 可你怎么能够施展得出 这样的天境武技 战派武帝 发出惊恐无比的声音 露出了不敢相信的目光 刷 然而 就在此时 楚风猛然抬手 指向了那战派武帝 哄 一声巨响传来 那战派武帝所化作的血脉妖娇王 已是魂飞魄散 死得不能再死 咕噜见此一幕 妖娇听雨 与那位武帝 皆是忍不住深咽了一口口水 只是轻轻一指 楚风便灭掉了 战派武帝 以死为代价 所召唤出的血脉妖娇王 他们知道 并非是他们妖娇王兽的禁忌招数 血脉妖娇王太弱 只是楚风所施展的那天 靖武技太强 这真的是天靖武技 妖娇听雨 惊讶地喃喃自语 天靖武技 他也都见过 可楚风所施展的 似乎比他人施展的还要恐怖 的确是天靖武技 只是同为天靖武技 根据使用者的强弱 武技也会有强弱 只能说 楚风对武技的掌控力太强了 同等修为之下 就算皆是掌握天靖武技 怕是没有人会是他的对手 那位和派武帝说道 这个家伙 还真是强得有些过分 妖娇听雨 虽然嘴上这样说 可是看着楚风的美眸之中 涌动的却是崇拜之色 同为小辈 他并不嫉妒楚风的才能 反而以楚风为骄傲 是楚风为偶像 嗡 就在这时 楚风忽然大袖一挥 一片结界倾洒而下 竟花作一片残枝碎片散落余地 随后楚风身子一跃 便来到了妖娇听雨两位的身旁 落地之后 楚风又是抬手一挥 一道隐藏结界 将他们三人覆盖 楚风 你在做什么 妖娇听雨甚是惊奇地问道 尽管 楚风在外面布置的是残缺的尸体 可他却仍然能够看出 楚风布置的三个残缺尸体 乃是他与楚风 以及那位和派武第三位的 你马上就会知道了 耐心地等一等 楚风故弄玄虚地说道 听得楚风这样一说 妖娇听雨与那位武帝 更加好奇了 于是不再多问 而是将目光投向 楚风所布置的现场 之后 是死一般的沉寂 过了足足半个时辰 一道身影 才小心翼翼地出现 而当看到这个身影之后 妖娇听雨与那位武帝 皆是有些意外 因为那位乃是妖娇谢染 妖娇谢染 虽然身上带着一些被烫伤的伤痕 可他并无大碍 想必是那位战派武帝保护了他 否则以他的本事 不可能在那样一群 地狱火虫的围攻下活下来 哼 妖娇谢染起初很是谨慎 直到看到那地上的残尸 妖娇谢染的嘴角 才掀起了一抹得意的弧度 随后身形一转 便快速地离去 楚风怎么不杀了他 妖娇听雨问道 为什么要杀他 楚风问道 这难道不是除掉 妖娇谢染的大好机会吗 若是让他逃了出去 可就没机会了 妖娇听雨说道 不 若是现在杀了他 才等于给了他们机会 楚风说道 楚风 你在说什么 我怎么听不太明白 妖娇听雨 一脸不解地看着楚风 他身旁的五弟同样如此 我可以杀掉妖娇血染 但这里的事情 怎么对长老团说 倘若如实说的话 妖娇拔定然不会承认 也许还会反咬 我们一口 没有证据的情况下 长老团就算明知道发生了什么 可为了妖娇王族考虑 他们也只能选择草草了事 毕竟妖娇血染与战派的三名五弟都已经死了 他们不想再有牺牲 楚风解释道 那你的意思是 听过楚风的话后 再加上自己的思索 妖娇听雨 似乎明白了什么 只是他不敢确定 等着看好戏吧 随我来 楚风微微一笑 随后便解开隐藏结界 并且收回布置在地上的尸体残片 做好了一切后 他才向妖娇血染 离去的方向走去 老实说 看着地上的半城地兵和乾坤袋 楚风着实心动 只是那是妖娇王寿的东西 楚风不能动 此刻 龙王墓地的入口之外 妖娇广 妖娇拔 妖娇王寿的长老们 以及顶尖强者们 还有百里悬空 红墙 皆在此处 除了正在用血脉之力 全力开启墓地入口的妖娇广等妖兽外 几乎其他妖兽 都与百里悬空他们一样 在目不转睛地盯着入口 期待着妖娇听语 他们快点出来 刷 终于 一道身影自入口掠出 见有人出来 众位皆是一喜 可是下一刻 神色却是一江 面露惊慌与担心之容 那出来的是 妖娇血染 只是此刻的妖娇血染 不仅满面泪水 更是浑身是伤 走出来后 二话不说 便扑通 一声 先跪到了长老们的面前 长老大人 父亲大人 组长大人 大事不好了 妖娇血染 用那哭得有些发颤的声音说道 血染 你这是怎么了 发生了什么事情 此刻 最先反应过来的 是妖娇血染的父亲 妖娇吧 他不管其他 起身便检查自己儿子的身体 发现 没有致命伤势 才算松了一口气 血染 是谁把你弄成了这个样子 四位长老 也是开口问话 是楚风 是楚风 想要抢夺龙王大人的传承 不仅杀了厅语公主 还杀了几位前辈 若不是几位前辈 以死捍卫 就连我 怕是也无法活着出来了 是我没用 是我无能 是我太弱小 才害得前辈们为了保护我 而失去性命 话到此处 妖娇血染 哭得更加伤心 本章完 第1832章 恐怖的小鬼 小说 修罗武神 作者 善良的蜜蜂 血染 你说什么 你给我再说一遍 战派长老一脸的不可置信 长老大人 楚风想抢夺龙王大人的传承 为此他杀了听语公主 还杀了几位前辈 是几位前辈誓死保护 我才逃出来的 妖娇泄染 说道 你胡说什么 楚风一个区区七品半地 怎么可能杀得了他们 莫说他人 就连战派长老都不相信 先不说此次随行的一品五地有多少 单单是二品五地 也有一位啊 长老大人 我真的没有骗你 楚风隐藏了修为 他的真实修为乃是八品半地 再加上不知道从哪学来的手段 竟然能用雷霆铠甲和雷霆羽翼 连续提升两重修为 两重修为之后 他便是一品五地 再加上他用了极为卑鄙的手段 触发了我目的内的机关 哪怕前辈们也都不是他的对手啊 妖娇泄染说道 真是混账 听得此话 在场的妖娇王寿 先是神情大变 随后便将那无比愤怒的目光 投向了百里悬空与红墙 妖娇血染说得有鼻子有眼 他们可不觉得 妖娇血染说的是假的 已经全部信以为真 我就知道 你们人类信不过 楚风做出了这种事 你们脱不了干系 你们两个都要死 妖娇拔勃然大怒 说话间便要杀掉 百里悬空与红墙 住手 然而就在此刻 妖娇广却忽然站到了百里悬空与红墙的身前 说道 此事未必是真的 我觉得 以楚风小友的为人 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 妖娇广 你给我滚开 那楚风就是你找来的 此事 你也难逃干系 妖娇拔仿佛丧失了理智 他并没有助手 反而与妖娇广站到了一处 你说什么 你说我与楚风难逃干系 若是血染所说是真的 难道你觉得 我会串通楚风 杀掉自己的亲生女儿不成 妖娇广被气得不轻 为了保住你的组长大卫 你什么事情做不出来 依我看你想杀自己女儿是假 想杀血染才是真 杀了血染 就没人能夺你和派的组长之位了 妖娇广你卑鄙至极 妖娇拔开始将屎盆子 往妖娇广的身上扣 而听得此话后 妖娇王兽们 看向妖娇广的目光也变了 他们都知道 妖娇广不想交出组长大位 再加上楚风的确是他请来的 哪怕现在 妖娇广还在为人类撑妖 他们也都开始怀疑起 这位组长大人 就在这时 一股磅礴的威压从天而降 强行地将妖娇广与妖娇 拔给分割开来 如今有人类杀我族人 你们竟然还在内斗 成何体统 原来是和派长老出的手 长老大人 我不相信楚风小友 会做出这种事情 请长老大人允许 让我进入目的 调查真相 妖娇广请示道 妖娇广 真相一定要调查 不过不能你去 而是妖娇拔去 战派长老说道 长老大人 万万不行啊 妖娇把恨透了人类 同时也恨透了楚风 他若进去 就算事情不是那样的 可只要他杀掉楚风他们 无人辩解此事 事情也就变成了他们所说那样 妖娇广说道 你的意思是 血染在撒谎 而我准备杀人灭口 与血染一同冤枉一个人类 对吗 妖娇广 你信不过我 可我也信不过你 万一你进去之后 救了那楚风怎么办 妖娇拔怒喝道 长老大人们 请你们三思啊 妖娇广 不再与妖娇拔理论 而是将目光 投向了长老们 此时此刻 你与妖娇拔两个 我更相信妖娇拔 战派长老说道 长老大人 见状 妖娇广将目光 投向了和派长老 事到如今 他也只能向和派长老求助 毕竟是一家人 妖娇广 那楚风是你请来的不假 我也不相信 雪染会拿这种事情开玩笑 为了避嫌 你还是让妖娇拔去吧 和派长老也是说道 你们 妖娇广此刻面如死灰 宛如受到了巨大的打击一般 他真是没有想到 他堂堂妖娇王寿组长 守护了妖娇王寿八千年 到了这样的时刻 却没人愿意相信他 长老大人们 怕是那妖娇 雪染与妖娇拔 根本就不值得你们信任 然而此刻 一道声音忽然自那墓地 入口浮现 紧随三道身影 也是从中踏出 看到眼前这三位 妖娇王寿们 皆是大吃一惊 因为那三位 不仅有楚风 还有妖娇雪染口中 那已经被楚风杀掉的妖娇听语 以及那位和派武帝 血染 这是怎么回事 见到楚风三位 和派长老此刻顿时来了威严 怒视的目光 看向妖娇 血染 长老 看到楚风与妖娇 听语他们三位 最惊讶的 便是妖娇 血染 此刻他已经吓得 说不清楚话 心想 楚风他们不是死了吗 已经与前辈 同归于尽 那满地的碎片 不是假的呀 怎么又会活生生的出现 这件事 还是由我来说吧 楚风微微一笑 当众说道 妖娇拔 不想妖娇听语 得到龙王大人传承 使其儿子 丢失成为组长的机会 所以便派自己的三位手下 以及自己的亲儿子 与我们一同 进入墓地 伺机暗杀 只不过 哪怕他们用尽卑鄙手段 却也是一一失败 但这蠢货妖娇血染 以为他们成功了 所以便跑出来报信 想让你们将我的两位前辈 也一同铲除 顺便也让妖娇广前辈 身败名裂 这样 他便可以有恃无恐地 坐上组长之位了 只是这样的败类 若真的坐上 妖娇王族的组长之位 怕是妖娇王族的不幸 楚风说道 楚风 你修要信口雌黄 妖娇把怒吓一声 亮出半城地兵 一道斩机对着楚风 披露而下 他是想要杀人灭口 问 然而 那道斩机还未落下 便被一股更为强大的力量挡了下来 是长老出手了 不过 却并非合派长老 而是战派的长老 再敢动手 我就废了你 战派长老 恶狠狠地看了妖娇把眼 长老 妖娇把本想辩驳 可却也不知如何辩驳是好 战派长老虽然向来支持他 但是对于扼杀同族的事情上 他们是绝对不允许的 一时之间 他也不知该如何是好 他真是没有想到 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 明明计划得好好的 没有理由除不掉小小的楚风 和妖娇听雨啊 想到此处 他不由地看向了楚风 发现楚风也在看着他 并且那种轻蔑的目光 就好像吃定了他一般 换作寻常 他会感觉可笑 笑一个区区人类小鬼 也敢这样看他 可是现如今 他的确被逼入了绝地 莫说连解释的机会都没有 就算解释 他也是解释不清 而这全都是因为楚风 想到这里 妖娇把心中咯噔了一下子 他是到如今才意识到 这个不起眼的人类小鬼 竟是如此的恐怖 本章完 第1833章 王族大安人 小说 修罗武神 作者 善良的蜜蜂 楚风说的话我不信 听语 你还说 战派长老 看着妖娇听语问道 长老大人 楚风所说句句属实 他们先是 将我们引到墓地的一处机关前 放出会喷火的虫子 想要用那虫子杀掉我们 幸好楚风早有准备 在我们身上放置了壁虫符 才使得我们逃过一劫 然而他们并未就此罢首 当我在传承池内 得到龙王大人的传承之后 他们又想杀我 也多亏了楚风拼死保护 才使得我能够活下来 不然就算我得到龙王大人的传承 长老大人们也是见不到了 妖娇听语说道 听语 你刚刚说什么 你是说 你得到了龙王大人的传承 四位长老几乎一同追问起来 不仅他们 其他妖娇王寿 也是目不转睛地看着妖娇听语 因为此事对他们来说 实在关系重大 回前辈 听语的确已经得到了龙王大人的传承 而这多亏了楚风 是在楚风的帮助下 我才得到了龙王大人的传承 妖娇听语笑眯眯地点了点头 花霸之后 还意味深长地看了楚风一眼 刷 就在这时 楚风大秀一挥 一层无形的结界 自妖娇听语身上挥散开来 而妖娇听语的气息 也在此刻浮现 所有人都能够感受得 都能够感受得到 妖娇听语的气息 不再是五品半地 而是八品半地 成功了 听语你真的成功了 妖娇广狂喜无比 一个剑步来到妖娇听语身前 将其抱了起来 别提多高兴了 事实上 不只是他 几乎此刻的妖娇王兽 一个个都是笑得合不拢嘴 尤其是四位太上长老 连苍老的身体 仿佛都在颤抖 他们真的是高兴极了 龙王大人 一代帝王 他妖娇王族的骄傲 现如今 他的力量再度延续 他妖娇王族怎能不喜 妖娇拔 妖娇血染 你们还有什么话可说 和派长老忽然愤怒无比的 看向了妖娇血染 与妖娇拔 目光之中 净是杀意 其实不只是他 此时此刻妖娇王兽们 看向妖娇拔 与妖娇血染的目光中 都涌现出了浓浓的憎恨之色 妖娇听语得到了龙王大人的传承 所以他们对妖娇听语的话坚信无比 再加上之前妖娇血染所说的话 如今已经不攻自破 所以他们几乎可以确定 妖娇拔和妖娇血染 的确是想要害死妖娇听语 这对父子乃是阴险无比 胆敢残害同族的族中败类 而只要想到妖娇听语 已经得到了龙王大人的传承 若是真的遇害 那他们妖娇王兽损失实在太大了 所以他们越想越是气愤 气得咬牙切齿 咯咯作响 长老大人 你们听我解释 听我解释啊 妖娇拔还想要解释 不必解释了 我若没有猜错 你应该是让妖娇血染 将听语他们 引到了地狱火虫的机关所在之处 那地狱火虫的机关之处 是我告诉你的 除此之外 没有他人知晓 可我万万没有想到 你会去那里 并且还想利用那机关 对付我妖娇王族未来的希望 妖娇听语 妖娇拔 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 我妖娇王兽有规矩 不得自相残杀 我不得不留你一条狗命 但活最可免 死最难逃 你的修为 我必须收掉 战派长老说话间猛然出手 抬手一抓 两道武力凝聚的利爪 便飞掠而出 穿透了妖娇拔与妖娇泄染的丹田 啊 妖娇泄染与妖娇拔 一同发出了悲痛欲绝的惨叫声 把王族叛徒 妖娇拔与妖娇泄 血染 关入毒虫地牢 此生饱受毒虫尸体之苦 直到死去为止 战派长老说道 遵命 几名妖娇王兽 立马站出来 将妖娇拔与妖娇血染 两父子给拖走了 楚风 我饶不了你 我饶不了你 我妖娇血染 就算变成鬼 也不会放过你的 妖娇血染 歇斯底里的大喊着 在他看来 他本是妖娇王族未来的族长 可只因楚风的到来 一切都变了 不仅族长没做成 反而被废了修为 要被关入毒虫地牢 这一切都是拜楚风所赐 他对楚风 当真是恨之入骨 闭嘴 然而 妖娇血染话还没有说完 那拖拽他的妖娇王兽 一脚便踩了下来 直接将他的嘴 踩了个稀巴烂 手段之残暴 当真是毫不留情 见到这一幕 楚风微微一笑 妖娇王族这态度的转变 还真是够快的 不过也合情合理 毕竟妖娇血染 是犯了大忌 不过哪怕如此 楚风对战派长老的看法 也是发生了改变 虽然他们之前处处刁难妖娇广 支持妖娇拔 可是在关系王族利益的时候 他们还是毫不犹豫地 站在了正确的这一方 背叛王族者 他们绝不留情 楚风小友 真是不知道该如何感谢你才好 你真是我妖娇王族的大恩人 两位和派长老 走到楚风境前 满眼感激地看着楚风 尤其是那位 之前在攻霸平原上 救了楚风的长老 此刻目光还掺杂着特殊的情感 当初他受妖娇广之托 去将楚风带到这里 起初他还有些犹豫 之所以犹豫 是因为他也不相信楚风 也不想冒那个险 但最终 他还是选择答应了妖娇广 而现在再回头看 他真是庆幸自己 做出了那个决定 否则妖娇听语 便不可能得到龙王大人的传承 刷 而与此同时 除了长老与妖娇广之外的妖娇王兽们 尽其刷刷地半跪在地 向楚风施以大礼 感谢楚风小友大恩大德 众位妖娇王兽那感谢的声音 如雷贯耳直冲云霄 长老大人 诸位前辈 你们实在太客气了 先不说你们对我楚风本就有救命之恩 我与天语公主本就是朋友 只要力所能及之内 我做的都是应该做的 楚风说道 楚风小友说的对 但是你要知道 听语得到龙王大人传承 对我妖娇王族来说 实在太重要了 这份恩情 我们无以为报 但愿举妖娇王族之力 来保护楚风小友 妖娇王族的战士们 全都给我听好了 以后楚风小友 就是我妖娇王族的常驻贵宾 关于他的消息 不得传出 若是有哪个敢传出 必然杀无赦 战派长老大声说道 他这是要让楚风留在此处 以妖娇王兽的力量 来保护楚风 遵命 妖娇王兽们 也是一同应道 他们也都赞同战派长老的命令 面对这样的情况 楚风一时之间 也是不知如何是好 他真的没有想到 妖娇王兽的反应 会这样的热烈 本章完 第1834章 你不该骗我 小说 修罗武神 作者 善良的蜜蜂 楚风 你真是带给了我 一个又一个惊喜 此刻百里悬空 看着楚风 满面笑容 看着妖娇王兽们 那激动的样子 他已经明白 妖娇王兽们 是真的拿楚风 当成大恩人 日后在这妖娇王兽之中 怕是再也没有哪个妖兽 敢与楚风过不去了 不仅如此 在四大帝族 不惜余力 也要斩杀楚风的时候 妖娇王兽这个强大的势力 却愿意庇护楚风 这绝对是大喜事一件 事后 妖娇王兽在妖娇王兽内 最大的广场之上 摆起了盛宴 一方面将妖娇听语 得到龙王大人传承的好消息 公布于众 举足欢庆 一方面也是以举足之力 感谢楚风 让所有妖娇王兽 都记住妖娇王族的大恩人 楚风是什么样子的 这场盛宴 举行了足足三天三夜 可却还没有停止的意思 经过打探楚风才知道 他们竟要举办足足十天十夜 才肯罢休 虽然 妖娇王兽想让楚风 长久地留在此处 可楚风却不想待在这里 首先 楚风不想连累妖娇王兽 毕竟天下间就没有不透风的墙 妖娇王兽中 既有妖娇把与妖娇泄染这样的败类 就定然还有其他败类 尽管 大部分妖娇王兽 是真的拿楚风当恩人 感恩戴德 不慎感激 可楚风觉得 定然有一部分战派的妖娇王兽 是拿他当敌人的 毕竟妖娇拔在族内这么久 定然是会有死忠的 若是那些死忠 将楚风在妖娇王族的消息传出去 四大帝族举四族之力 来此讨伐 怕是妖娇王族也阻挡不住 那个时候 不仅楚风自己要倒霉 还会害了整个妖娇王族 当真是得不偿失 他也背负不起这个责任 所以 楚风找到了妖娇广 与妖娇听语 因为他有事要与他们说 此刻 楚风 红墙 百里悬空 妖娇听语 妖娇广 来到了一座安静的偏殿之中 哟 听语 九品半地了 受地的力量 还真是强大 看着那九品半地修为的妖娇听语 楚风也是颇为羡慕 龙王大人的力量的确很强 不是我自大 只是在这股力量的支撑下 我有信心在一年之内 踏入五地境界 妖娇听语 很是喜悦地说道 而这也不能怪他心性差 毕竟三天前 他还是五品半地 如今却是九品半地 并且气息还在增长 这样的变化 让他怎能不喜 莫说是他 换成任何一位 都会狂喜无比 听语你太谦虚了 根本用不了一年 最多三个月 最少半个月 你就可以成为一品五地 楚风说道 那么快吗 听得此话 妖娇听语 更是面露狂喜之色 高兴地直接站起身来 经过之前的种种 他如今 对楚风坚信无比 楚风说什么 他几乎就信什么 我不会骗你 好歹我也是龙文极界灵师 楚风笑眯眯地说道 龙文极界灵师 楚风小友 你说 你已是龙文极界灵师 听得此话 一旁的妖娇广 顿时大吃一惊 楚风 原来你不仅突破到了八品半地 还成为了龙文极界灵师 与此同时 百里玄空与红墙 也是一脸狂喜地看着楚风 他们都知道 楚风成为了八品半地 因为楚风的气息 就摆在那里 可是界灵之术 楚风若是不施展 他们是看不见的 所以都还不知道 楚风已是龙文界灵师 其实这也多亏了寿地大人 我能够这么快成为 突破到八品半地 成为龙文界灵师 都靠了寿地大人 留在传承池内的力量 楚风说道 好好好 这可是大好事一件啊 世人皆知道 你杀了白眉仙人 使得武智圣徒 少了一位龙文极界灵师 为此有不少人到处说你坏话 可如今 若是让世人知道 你已是龙文极界灵师 并且还是有史以来 最年轻的龙文界灵师 不知道那些说你坏话的人 又会做何感想啊 妖娇广很替楚风高兴 你小子 这么大的喜事 为何不早说 百里悬空 也是有些埋怨地看着楚风 他真的是发自内心的 为楚风高兴 毕竟在他眼中是希望 是骄傲 所以他也怪楚风 怪楚风不早点 将这种喜事告诉他 让他多高兴高兴 老祖 您现在这不是知道了吗 楚风 嘿嘿一笑 其实受地大人 不止帮了我这些 他还留下了一些东西 这些东西至关重要 楚风不敢收下 但这些物品 又实在太过重要 不敢当众拿出 左思右想 还是决定交给妖娇王族的 现任组长 楚风将那把星辰钥匙 和那块石头 令牌取了出来 递给了妖娇广 楚风小友 这是什么 妖娇广没有接过去 而是先问道 这是受地大人留下来的 这是开启月下迷宫的宝贝 我觉得 在月下迷宫之中 受地大人毕生积攒的财富 就藏在那里 楚风说道 啊 这 听得此话 妖娇广 妖娇听语 哪怕是百里悬空与红墙 皆是神情大变 可是在震惊之余 他们却是沉默了 纷纷看着楚风手中的钥匙与令牌而不说话 不知此刻在想着什么 楚风小友 这怎么会落入你的手中 过了好一会 妖娇广才问道 不瞒前辈 在听语接受传承的时候 楚风进入了一个幻境 在那里我看到了受地大人 是他将这些东西给我的 楚风说道 楚风小友 那幻境可是茫茫白雾的四方 树立着八个巨大的雕像 妖娇广问道 嗯 楚风点了点头 原来是这样 天意 这绝对是天意啊 听得此话 妖娇广反而释然地笑了 就像是刚刚落在身上的沉重包袱 现在却又得以丢掉了一般 楚风小友 你不该骗我啊 妖娇广说道 前辈 楚风没有骗您 听得此话 楚风一惊 百里悬空与红墙也皆是一惊 哈哈 你还敢说 没有骗我 妖娇广哈哈一笑 说道 幻境中的龙王大人 一定说过 他是要将这宝藏传承给你的 你为何不告诉我 为何还要将这些宝物交还给我 听得此话 楚风与百里悬空 红墙三位 皆是松了一口气 原来妖娇广说的片 是这样一种片 本章完 第1835章 关于世银谷 小说 修罗武神 作者 善良的蜜蜂 前辈 寿地大人的确提到过传承 也说过我有资格 但却没有明确地说过 他就是要将这些传承给我 况且 这是龙王大人的宝藏 也就等于是妖娇王兽的宝藏 就算他传承于我 我也万万不能要啊 楚风解释道 楚风小友 我妖娇王族一直有个传说 若是有谁能够进入幻境 就是得到了龙王大人的认可 那么 他便可以得到龙王大人的宝藏 本来 我们真的以为这是一个传说 毕竟这么多年来 始终没有一位妖娇王兽 进入过那样的幻境 不对 倒是进去过的 但却是在梦中 乃是朝思夜想的梦到了 所以 那根本不算 但你不同 你是实实在在地进去了 并且你醒来的时候 还得到了这些东西 你进入的是真正的幻境 而你也是龙王大人 真正想要传承宝藏的人 妖娇广说道 可是 楚风想要推托 楚风小友 你听我说完 妖娇广不给楚风说话的机会 继续说道 楚风小友 你想一想 为何龙王大人 不直接将他的传承 传给我妖娇王族 而是将财富与力量分割开来 并且不是我们的想得到 就能得到的 龙王大人自然有他的想法 正所谓能力越大 责任越大 若是没有相应的能力 却背负了过于重大的责任 那很少有人扛得住 若是强行为之 结果往往很糟 听语借用你的力量 才能得到龙王大人的传承 已经有为了龙王大人的意愿 而龙王大人的宝藏 他老人家已经明确地说过 要传承给你了 你若还要推托给我们 那更是将我们陷于不义之地 日后九泉之下 你让我们妇女俩 怎么去面对龙王大人 妖娇广说道 楚风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楚风 你就收下吧 虽然你天赋了得 可嫉妒你 想要害你的人太多了 龙王大人的宝藏 珍宝无数 还有帝兵 定然能够帮到你 让你更快地成长起来 等你日后成为帝王 你再多帮帮我 妖娇王族不就得了 何必在现在分得那么轻呢 妖娇听语上前劝道 楚风 人家族长大人 和听语公主 都把话说到这个份上 你就别让他们为难 收下吧 百里玄空自然希望 楚风得到这个宝藏 是啊是啊 百里前辈说言在脸 红墙也是一旁附和 那好 既然前辈们都这样说了 那我楚风便不再推辞 楚风将星辰钥匙 与石头令牌收了起来 虽然有些不好意思 可楚风内心深处 也是非常激动的 这样的宝藏 他怎会不想得到 只是碍于情义 他不敢霸占罢了 而现在 人家已经将话说到这个份上 楚风也便没有了心结 自然可以坦荡荡地收下 楚风小友 岳下迷宫乃是五支圣土三大禁地 排名第二的禁地 这么多年来 各方势力可不止一次攻占过岳下迷宫 但没有一次成功的 虽然 你有了龙王大人留下的钥匙和令牌 但在没有足够力量下 绝对不可贸然闯入岳下迷宫 那里 真的很凶险 可以说是凶险无比 妖娇广提醒道 多谢前辈提醒 晚辈自然牢记于心 楚风说道 前辈 多谢您这些十日的盛情款待 不过楚风怕事不宜再次久留 想今日告别 还望前辈应允 什么 楚风你要走 听得此话 妖娇广与妖娇听语皆是一惊 他们都不希望楚风走 随后 楚风解释了很多 说了很多 尽管妖娇广他们 极力想要留下楚风 可最终却也不想违背楚风的意愿 只能勉强答应 楚风小友 现在四大帝族这样抓你 你要去哪呢 妖娇广问道 前辈 您应该知道是银鼓吧 楚风问道 那里便是江无商如今所在的地方 是银鼓 听得这三个字 妖娇广顿时神情一变 前辈 怎么了 楚风发觉不对 是银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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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可能会不知道是银鼓 这可是我妖娇王族的一个痛啊 妖娇广说道 听到这里 楚风等人都意识到 这是银鼓 应该是有些故事才对 所以楚风等人都没有插话 而是看着妖娇广 罢了 在座的都不是外人 我就告诉你们吧 是银鼓 我 那可是 在我妖娇王族的势力范围之内 我妖娇王族的地盘 向来不允许任何人随便进入 可在多年之前 忽然有一个老头 闯入了我妖娇王族的地盘 不仅如此 他还霸占了 是银鼓 说从今以后 是银鼓属于他 妖娇王族也不得打扰 我妖娇王族 怎会容忍他做这种事 便派人去赶走他 可不曾想不管派去什么样的强者 不管派去多少人马 全都被那个老头给赶了回来 意识到对方不简单 我便亲自率领王族大军 前去讨伐那老头 可却也不是那老头的对手 当时我意识到 那老头的实力 要远在我之上 便请长老们出手 可哪怕长老们 也不是他的对手 说到这里 妖娇广一脸的苦笑 笑容之中 竟是无奈的苦涩 那位究竟何人 竟会如此强横 楚风问道 何人 那可是一个来头极大之人 这么和你说吧 楚风 五知圣徒的隐士高人数不胜数 可依我看 最强的便是此人 妖娇广说道 最强的隐士高人 楚风等人皆是神情一变 不过仔细想想 倒也合理 毕竟连整个妖娇王族 都奈何不得此人 那便足以说明此人的实力了 前辈 此人究竟是谁 楚风问道 是谁我也不清楚 但我却知道 后来我的一位老朋友也 也投靠于他 任他差遣 这可真是 让我吃了一斤啊 妖娇广说道 您的老朋友是 楚风问道 尹公父 妖娇广说道 尹公父 可是原名西门公父的那位 红强追问道 正是 你知道此人 妖娇广问道 当然知道 那可是我的偶像 我的救命恩人啊 红强很是兴奋地说道 本章完 第1836章 提到的悬赏 小说 修罗武神 作者 善良的蜜蜂 红强前辈 这尹公父 究竟是何人 楚风问道 他想知道 红强的救命恩人是谁 尹公父 本是西门帝族之人 当年西门帝族族长之位 本是要传给他的 可是不知为何 他不但没有接任族长之位 反而与西门帝族决断 并且因此改名唤姓 这才有了尹公父之名 尹公父实力极强 怕是不弱于四族族长 当初他在我年少之时 他曾救过我一命 我一直想要当面感谢他 只是他消失多年 再无音讯 有人说 他是被西门帝族暗杀了 当时我还觉得可惜 毕竟传闻尹公父豪情万丈 是个义气之人 想不到他没死 而是来到了这里 红强很是激动 当然没死 他消失多年 是因为他来到市银谷 投靠了那个老头 再为那个老头做事 经营着市银谷 妖娇广说道 竟是这样 那市银谷究竟是什么地方 红强问道 市银谷内 那里有一座矿 只是在我们看来 那是废矿 并无价值 而那个老头 却纠集了一群人 整日在那里开采矿石 对了楚风小友 你要去那里做什么 妖娇广问道 我有一位好友 如今在那里修炼 所以想去看看他 楚风说道 原来是这样 虽然市银谷被夺视我们的耻辱 可好在那个老头 只是霸占市银谷 而从不生事端 并且我们多次讨伐 他也从未真的伤过我妖娇王族的一兵一将 再加上尹公府 也投靠了他 并且还多次向我求情 久而久之 我妖娇王族 倒也是默许了此事 与那市银谷也并非敌对 楚风小友若是要去哪里 我可以送你去 尹公府虽然不肯告诉我 关于那老头的事情 可好歹也是我的老朋友 你若去的话 他应该会以贵宾之礼 招待于你 妖娇广说道 那便有劳前辈了 听了这些 楚风已经意识到 那是银谷 不是一处寻常之地 若是他自己去 只提张天忆父亲的名字 而拿不出证据 怕对方未必相信 可若妖娇广亲自推荐他去 也就不会有这些问题了 随后 在做了一番告别之后 楚风便在妖娇王寿的欢送仪式中 当众离去 至于为何当众离去 那是因为 楚风想让所有妖娇王寿都知道 他楚风走了 离开了妖娇王族 让那些想告密的 都打消这个念头 离开之后 楚风三人便由妖娇广带路 前往了世音谷 Soul 可忽然之间 一道流光飞掠而来 速度之快 光芒眨眼前 还在远处的天际 但眨眼后 已是来到了百里悬空的境前 仔细一看 才发现 那是一只小鸟 金黄色的小鸟 不过半个巴掌大小 全身金黄 非常的漂亮 尤其是额头之上 闪烁着特殊的光芒 那光芒之内 竟有文字流动 虽然根本看不清那文字 可却也让人知道 那是某种特殊的信息 金色闪光鸟 是找你的 妖娇广颇为诧异的 看着百里悬空 莫说是他 楚风也颇感惊讶 金色闪光鸟 楚风也是 有所耳闻 那是一种传递信息的神鸟 速度非常之快 五帝也跟不上它的速度 但是金色闪光鸟 只可记录一个人的气息 也就是说 记录气息之后 无论那人身在何处 他都能够找得到 可找到之后 金色闪光鸟 便会忘记那个人的气息 并且此生再也无法记住 其他人的气息 也就是说 金色闪光鸟 只可传递一次消息 传递之后便恢复自由 这也就导致 金色闪光鸟越来越少 时到今日 几乎灭绝 很少能够看到 这也是为何妖娇广会如此诧异 的确是来找我的 百里玄空 说话间将食指 放在了金色闪光鸟的脑袋之上 嗡 金色闪光鸟脑袋上的光芒 竟消失不见 传入了百里玄空的体内 而当那光芒不见之后 金色闪光鸟 光芒一闪 便向远处飞去 哪里逃 好 见状 妖娇广竟然大袖一挥 一层武力汹涌而出 想要拦住那金色闪光鸟 可是金色闪光鸟的速度实在太快了 光芒只闪烁了两下 便消失不见 没人知道 它去了哪里 竟然这么快 实在太神奇了 怕是帝王在世 也未必能够捕捉此鸟啊 妖娇广笑着摇了摇头 出手之后 他才深知此鸟的厉害 的确厉害 只是可惜 怕是再也看不到 这样神奇的小鸟了 红强也是赞同的点了点头 老祖 有什么事吗 那是金色闪光鸟 是谁派来的 楚风对百里玄空问道 一点小事 百里玄空笑着摇了摇头 随后对红强说道 红强兄 楚风便有你照顾 我有事要先走一趟 放心 我定会誓死保护楚风 只是楚风这小子 现在已经不需要我保护了 反而是我 需要他的保护 哈哈 红强开玩笑的笑道 他此话一出 百里玄空也笑了 他是很高兴的笑 他知道 红强不只是开玩笑 红强所说的 也是事实 如今的楚风 连二平五帝都能斩杀 而且是 不靠至宝 只依靠自己实力的情况下 不得不说 楚风的成长速度 让他很是欣慰 楚风 我只离开一段时间 马上就回来 你先留在试银谷 等我回来找你 百里玄空说道 老祖有事就去做 不必担心我 楚风说道 现在的你 我很放心 百里玄空笑着拍了拍楚风的肩膀 随后 百里玄空便离开了 妖娇广与红强都不以为然 而楚风 却有些放心不下 尽管百里玄空表现的很是正常 可楚风却觉得 百里玄空有一些心事 怕是他口中所谓的小事 并非是小事 但百里玄空不说 楚风也不好多问 老祖的事情 他如今还无法插手 所以 他选择听百里玄空的 到世音谷去等百里玄空归来 事实上 如今的五支圣徒 的确发生了不少事情 吵得沸沸扬扬 比如工地传人的张天忆 成为击败众位小辈 成为五支圣徒最强小辈 楚风激战四大帝族 不仅毫发未损 还成功逃脱 且斩杀多名五帝 包括十仙之一的白眉仙人 但楚风不知道的是 便是四大帝族 提高对楚风的悬赏 不仅在原来的悬赏基础上 翻了一倍 还添了一把帝兵 一把真正的帝兵 不得不说 四大帝族此次的悬赏 让无数人为之动心 就连许多隐士高人 都动心了 毕竟帝兵 那可是五支圣徒 至高无上的宝贝 只因这提升的悬赏 就让楚风再度成为了众矢之地 很多人想要除掉的目标 本章完 第1837章 《爱人的牵挂》 小说《修罗武神》 作者 《善良的蜜蜂》 现如今 外界议论最多的 便是楚风与四大帝族的恩怨 但在仙人岛之内 如今最关心的 却是百里星河之死 百里星河 在最强小辈对决那一日 便没有现身 之后也一直没有出现 旁人不关心他是死是活 可他的师尊练兵仙人 却极为关心 剑驼迟迟迟不归 练兵仙人亲自赶往了攻坝平原 虽然那个时候 张明与张天忆父子俩 已经人去楼空 只留下了那座堡垒 可经过打探以及调查 练兵仙人 还是得到了一些线索 如今 他已经确定一件事 他知弟子百里星河 必然是死了 而杀死其弟子的罪魁祸首 直指两个人 那便是处风于冷月 仙人岛内 练兵仙人站在坟前 墓碑上写着四个大字 百里星河 可这却是一座空坟 星河 视为师对不住你 你死于非命 我却连你的尸体都保不住 不过杀你的仇 维师必然会为你报 你安息吧 练兵仙人看着那座空坟 苍老的眼中满是愧疚 前辈 忽然 一道轻柔的声音响起 练兵仙人回头观望 三个倩影站在那里 这三个倩影 皆是美人 原来是处风的三个爱人 子玲 苏柔 和苏美 苏柔性感 苏美可爱 而子玲在各方面 则都比苏柔苏美还要出众 既性感又可爱 气质卓越 却又不失俏皮 乃是倾国倾城之貌 苏柔子玲 早就来到了此处 而苏美本在借师联盟 但最近却由练兵仙人 亲自接到了此处 三姐妹得以团聚 本该很是高兴 可是此刻三人眼中 却皆是 充满了担忧之色 他们已经知道 百里星河死了 而可能杀死百里星河的 只有两个人 一个是冷月 另一个便是楚风 你们来了 虽然练兵仙人很是伤感 可在子玲三人面前 却并未表现出来 对待他们 他一如既往的和蔼可亲 我们想为百里师兄上铸香 子玲三人同时说道 嗯 去吧 练兵仙人摆了摆手 随后 子玲三人便分分为百里星河上香 其实 子玲与苏柔 包括刚到此处的苏美 都是非常厌恶百里星河的 只是练兵仙人 毕竟交给了他们不少东西 并且耗费不少精力 终于帮着他们 彻底解除了身上的反噬之痛 所以 看在练兵仙人的面子上 这个香 他们也是要上的 前辈 人死不能复生 还请您节哀 上香之后 子玲三人一同说道 是啊 人死不能复生 可这个仇 却不能不报 练兵仙人说道 前辈 莫非已经查到 杀害百里师兄的凶手了 子玲关切地问道 他关切的不是百里星河的死 他关切的是这件事 到底是不是与楚风有关 他自然希望与楚风无关 这些日子 他们一直居住在仙人岛内 已经多少了解到了 练兵仙人的强大 楚风如今已被四族通缉 而他们的师尊 又一直不肯现身帮忙 若是练兵仙人这个时候 再对楚风动手 那楚风可真是九死一生了 确定了 是天道府的弟子冷月 练兵仙人说道 冷月 听得这句话 子玲三人 才松了一口气 前辈 冷月是天道府如今最器重的弟子 您若动他 天道府怕是不会同意 苏柔说道 我自然知道天道府不好对付 可我这弟子 也不是谁想杀就能杀的 况且 星河乃是我智友临死之前托付于我 要我好生照顾的 如今他被人杀 我已对不起的智友 若是做事不理 那我还是人吗 练兵仙人说道 这件事你们就不要管了 此仇我必报 练兵仙人摆了摆手 示意子玲他们不必再劝 随后他又看向苏美 问道 小美 在我这里还习惯吧 与界势联盟比如何 非常习惯 前辈带我如亲人 我也是前辈如亲人 我的姐妹也在这里 这里就是家的感觉 比界势联盟强太多 苏美笑眯眯的说道 她说的也是实话 虽然在界势联盟 佐天尊等人对她也极好 可是那里人太多 总有些人想尽办法向她献殷勤 她很不喜欢 那就好 喜欢这里就常住在这里吧 你们的楚风哥哥 如今得罪了四大帝族 若是让人知道 你们与他有关系 怕是都要被牵连 那个时候 界势联盟也保不住你 我练兵归隐多年 多年未开杀剑 但是四大帝族 若想闯我仙人倒 却也要好好思量一番 练兵仙人说道 前辈威武 苏美点头 笑得很甜 随后 他们又聊了一会 练兵仙人这才离开 而当练兵仙人走后 紫玲 苏柔 苏美三人的脸上 所有甜美的笑容都不见了 看来前辈已经确定冷月 此事与楚风哥哥无关 只是 若是此事与楚风哥哥有关 不知前辈会如何决断 紫玲仍是有些担忧 前辈每次提起楚风哥哥 都很是欣赏 并且也能从话里话外感觉到 他也担心楚风哥哥现在的处境 只是碍于一些事情 他才不帮楚风哥哥罢了 我想 就算百里星河之死 真的是楚风哥哥所为 前辈也不会追究吧 毕竟听你们说那百里星河 也是一个混账之人 前辈如此明察秋毫 难道他弟子是什么德行 他会不清楚吗 苏美说道 怕是未必 百里星河能够成为前辈弟子 乃是因为他老祖的关系 据说 前辈与百里星河老祖 乃是生死之交 他老祖之所以死 也是为了救前辈才死的 这样特殊的关系 就算是楚风哥哥做的 怕是前辈也不会留情 苏柔说道 与其在这里瞎担心 我真的好想出去见见他 可惜实力不借 哪怕见到了 也只是累赘 什么忙都帮不上 想到这里 紫玲的双眼有些红润 与此同时 苏柔与苏美的小脸 也都变得很是忧虑 他们心头最挂念的 不是其他 唯有楚风 阿倩 楚风 正在前往世音谷的途中 可忽然之前 却打了个大喷嚏 一想二骂三倒过 这么大一个喷嚏 楚风小有 怕是有人很想你啊 妖娇广笑着说道 想不到前辈也会开玩笑 楚风擦着鼻子 也是笑了笑 哈哈 虽为妖兽 可毕竟也有七情六欲 玩笑自然也会开 不然活着多无聊 妖娇广如今心情很好 而他此刻已然止步 指着下方的茫茫一片 不见边际的丛林说道 世音谷到了 本章完 第1838章 再见江无商 小说 修罗武神 作者 善良的蜜蜂 世音谷 这里明明是一片丛林啊 红墙说道 不 那下方就是世音谷 这丛林乃是结界所化 楚风说道 结界 红墙颇为吃惊 楚风小友 不愧是龙蜂蜂蜂蜂蜂 居然一眼就被你看穿了 的确 这世音谷的主人 也是一位龙蜂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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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蜂蜂�蜂蜂蜂�蜂�蜂蜂��蜂����� 并非只有十位龙闻及戒灵师,只是有些强者,不为人所知罢了,就比如这里的这位。 妖娇广解释道,的确藏龙卧虎,这位前辈的戒戒之术,可要远在我之上。 楚风也是感叹连连,虽然同位龙闻及戒灵师,可是根据修为的强弱,实际上也会关系到戒灵之术的强弱。 楚风如今刚踏入龙闻及戒灵师,单凭借戒灵之术,他也是能与二平五帝抗衡的,但是他的戒灵之术,是远不如张天忆的父亲,张明的。 而这位世音谷主人所布置的这戒戒,却比张天忆父亲在宫霸平原布置的堡垒还要厉害,由此推断,这位的实力,怕是还要在张天忆父亲之上。 尹公父别装瞎子,快给老子开门!妖娇广对着下方大喊一声,声音之响亮,天地皆是一颤。 嗡!而他此话落下之际,下方从林内一道身影,便飞掠而出,站到了楚风等人的身前。 这是一位中年模样的男子,穿得很是朴素,长得也很是一般,可身上却散发着一种常人没有的气质,他的修为与妖娇广一样,皆是三平五帝。 而这位便是尹公父。 妖娇兄,别来无恙啊! 今日,怎么这么有空?来我这里了! 尹公父看到妖娇广很是意外,但也很是高兴。 我可没空来你这里,今日来是送两个朋友过来,来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妖娇广指向了身后的楚风与红墙。 楚风? 看到楚风,尹公父顿时一惊,面露惊讶之色。 怎么?吓了一跳吧? 这位正是楚风。 妖娇广颇为得意地说道, 楚风,拜见尹前辈。 而楚风也是抱权失礼。 唉,不必多礼,楚风小有。 现在你可是五只圣土上的一号人物, 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 今日一见,果然不同凡响。 你比我想象的还要强。 尹公父对楚风赞叹连连, 随后看向红墙, 道,这位是。 恩人在上,请受红墙一拜。 红墙说话间,便双膝下驱, 跪在了空中之上, 对尹公父施以跪拜大礼。 唉,快起来, 你这是做什么? 尹公父赶忙将红墙搀扶起来。 恩人不记得红墙, 可红墙却记得恩公, 当年红墙年少之时, 是恩公救了红墙一命。 红墙说道, 红墙,你是当年在联盟领域, 被凶兽追杀的那个年轻人。 尹公父问道, 正是,原来恩公还记得晚辈。 红墙很是欣喜, 自然记得, 只是当年, 你还是风度翩翩美少年, 如今却与我一样, 也成了一把老骨头了。 尹公父感叹道, 是啊, 岁月如缩, 可当年之事, 却如昨日一般, 晚辈时刻铭记于心, 一直想要报答恩人的大恩大德。 红墙说道, 哎, 过去了就不要说了, 这么多年过去, 我们还能够再见, 这便是你我之间的缘分。 虽然我比你年长许多, 可咱们都不年轻了, 你就不要恩人恩人地叫我, 直接叫我尹公父, 我们从今以后便是朋友。 尹公父拍着红墙的胳膊说道, 好, 红墙爽快应道, 行了行了, 你们日后可以慢慢续旧, 我跟你说点正事, 你们这里有没有一个叫江无商的年轻人? 妖娇广对尹公父问道, 有, 尹公父说道, 有就好, 但是楚风兄弟, 楚风来这里就是为了找他的, 能让他进去看看吗? 妖娇广说道, 这没当然没问题, 你们来我这里就是贵宾, 莫说贱人, 进入我是尹谷, 便是贵宾之礼相待, 来妖娇兄, 进去与我喝几杯。 尹公父说道, 算了, 我不进这是尹谷, 若要喝酒, 去我妖娇王族。 妖娇广说道, 你呀, 还是这么小心眼。 尹公父鄙视地说道, 呸, 就你不小心眼, 你的地盘被人霸占了, 看你什么感受, 不多说了, 好好照顾楚风, 若是他出现三长两短, 拿你试问。 妖娇广转身离去, 这脾气, 看着妖娇广转眼已然消失的无影无踪, 尹公父笑着摇了摇头, 随后他便将楚风与红墙, 带入了世银谷内。 世银谷, 与楚风想象的不太一样, 这里并非只是一座山谷, 很大, 大的像是自成了一方天地, 有山有水有湖泊, 还有飞天的白鹤, 细水的鱿鱼, 一眼望去, 此处真是一处世外桃源, 人间仙境。 尹公父, 对楚风和红墙很是热情, 招待的自然也是周到, 进入此处, 立马为楚风二人, 准备了上好的宫殿, 让二人休息。 但楚风来此, 乃是为江无伤而来。 而他提出多次, 尹公父却皆是遮遮掩掩掩, 不肯直接让他去见江无伤, 这让楚风意识到了不对。 尹前辈, 能否让我见见江无伤? 楚风再度问道, 这个, 倒是可以, 只是江无伤他如今犯了一些错误, 正在受罚。 见到他, 楚风小友可不要激动。 尹公父说道, 受罚? 他怎么了? 楚风问道, 没什么大事, 只是罚他挖矿一年而已, 带你去看看吧。 尹公父说话间, 便为楚风引路。 之后, 楚风三人来到了一处矿区, 可刚来到那座矿区, 楚风便眼前一亮。 这矿区太特殊了, 散发着极为炙热的气焰, 怕是半地以下的修武者, 根本无法靠近, 就算能够靠近, 也是要死在其中。 并且, 这矿很是坚固, 除非特殊的挖矿稿, 否则也是无法撼动此矿, 这应该也是传自远古之物。 而在矿区之上, 有着不少人在挖矿, 虽然都是半地境的强者, 可是每一个都是汗流浃背, 面露难堪之色。 终于, 楚风在那矿区上, 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那便是江无商。 几年时间已过, 江无商早已不再是当初的少年模样, 可楚风却仍然一眼, 便能认出他。 江无商如今的修为, 比之当初也是突飞猛进, 乃是一品半地的修为。 可这样的修为, 在那特殊的矿区内, 只能勉强活下来, 所以, 此刻的江无商很糟糕, 很疲惫。 但哪怕如此, 他仍在紧咬牙关, 握紧手中特殊的锄头, 却挖掘着那特殊的矿。 这矿很是特殊, 可对修为却毫无帮助, 我也不知道这矿有什么用。 不知道这里的主人, 挖这个矿目的何在, 莫非是单纯惩罚人用的。 淡淡观察着那矿, 不断猜想着。 但楚风此刻最关心的, 却并非这里的矿有多特殊, 而是他的兄弟江无商, 他发现江无商不仅累得很惨, 身上还有很多伤痕, 那是鞭子抽过的伤痕, 触目惊心, 这说明江无商在此处, 过得非常不好。 本章完, 第1839章, 兄弟被人阴, 小说修罗武神, 作者, 善良的蜜蜂, 前辈, 江无商是犯了什么错误, 才被罚来到这里的。 楚风问道, 偷东西。 尹公夫说道, 偷了什么东西。 楚风问道, 有助修炼之物。 尹公夫说道, 这怕是有冤情吧。 楚风并不相信, 以他对江无商的了解, 江无商绝对不会做出这种事。 证据确凿, 被人当场抓住了。 虽然他不承认, 可依照这里的规矩, 我也只能惩罚他。 尹公夫说道, 而从他的语气中, 楚风能够听出, 惩罚江无商, 他似乎也很不情愿。 前辈, 那我能去, 与他说说话吗? 楚风问道, 按理来说不行, 但你若想去的话, 倒是可以, 去吧。 尹公夫说道, 多谢前辈。 楚风赶忙身子一跃, 来到了矿中, 进入内矿的范围, 楚风也感受到了一股压力, 只是这股压力对楚风来说, 却是没有太大关系。 无商地点, 楚风直接落到了江无商的身旁。 听得楚风的声音, 江无商宛如石化了一般, 愣在了那里, 随后便赶忙回头观望。 楚风大哥, 真的是你? 看到楚风, 江无商顿时大喜, 高兴地眉开眼笑, 放下手中的挖矿稿, 便紧紧地抱住了楚风。 是我, 无商地点, 我终于找到你了。 楚风也是紧紧地抱住了江无商。 兄弟一别数载, 如今一箱重逢, 这份激动, 唯有他们懂。 楚风大哥, 你怎么会来到这里? 江无商很是激动地问道, 我是从张师兄那里得知你的消息。 楚风说道, 天意大哥? 哈哈, 天意大哥现在可了不得了, 原来他的父亲是工地传人, 不对, 现在天意大哥便是工地的传人。 不过, 我的偶像依然是楚风大哥你, 关于你的事情我都听说了, 尤其是最近在攻霸平原的事情。 楚风大哥, 我只能说你太帅了, 兄弟我以你为荣啊。 江无商笑得很是灿烂, 他已经知道了关于楚风的很多事, 但却不问谁是谁非, 因为在他看来, 楚风绝对是正确的一方。 无商弟弟, 我听说你是偷了人家的东西, 才受处罚的。 楚风问道, 楚风大哥, 你信吗? 江无商笑着问道, 自然不信, 所以我才问你,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张师兄告诉我, 你来这里是修炼的, 怎么我来了之后, 你倒是成了受罚之人。 楚风问道, 哎, 还能是怎么一回事? 你弟弟我傻, 被人摆了一档。 江无商一脸苦笑, 你过来。 楚风将江无商拉倒了一旁, 这才问道, 究竟怎么一回事? 你如实告诉我, 也许我能帮你。 算了, 你已经麻烦在身, 我不想再拖累你。 这里的事情, 没你想的那么简单。 你还是不要管了。 江无商摇了摇头, 随后看着楚风道, 楚风大哥, 能看到, 你我真的很高兴。 话到此处, 江无商的眼睛竟然有些湿润。 江无商当年是少年, 但如今已是真正的男子汉, 男儿有泪不轻弹。 他也是如此, 向来很是坚强。 可这么多年的坚持, 受了那么多的苦, 遭了那么多的罪。 难道他就好受? 他就不委屈? 他自然委屈, 自然难受, 尤其是被人陷害。 沦落至此, 他更是痛苦得很, 委屈得很。 只是作为男人, 他不能哭, 只能忍。 但见到楚风之后, 他就像是看到了依靠。 在依靠面前, 他也是放下了不堪一击的倔强, 露出了脆弱的一面。 看到这样的江无商, 楚风的心头也是一酸, 拍着江无商的肩膀说道。 啊,是我兄弟, 就告诉我, 否则我现在就强行带你走。 楚风大哥, 你, 江无商愣在了那里, 不知该说什么是好。 无商弟弟, 你了解我, 我说得出做得到, 不管此处的主人多么了得, 但我都不能让他难为我兄弟, 大不了就是一死而已。 楚风说话间, 抓紧江无商的肩膀, 便要欲空而去。 别, 楚风大哥, 我说。 见状, 江无商赶忙开口, 他知道, 楚风真的是说得出做得到, 若是楚风真的胡来, 那他才是真的连累了楚风。 无奈之下, 江无商只得告知楚风经过, 而楚风也终于知道了事情的真相。 当初, 江无商受张天忆的父亲介绍, 来到此处修炼, 因为这里的主人, 不仅来头不小, 更是一位地级血脉极为纯正的拥有者。 最主要的是, 他并非四大地族之人。 他叫段吉道, 段吉道乃是段氏皇族之人, 虽然出自皇族, 出身不如地族, 可是当年的他, 却是连三福也忌惮的存在, 就更别提四大地族了。 因为他拥有地级血脉, 并且他的地级血脉极为纯正, 是他用一己之力将段氏皇族, 打造成了段氏王朝, 当时也是威震一方, 威名赫赫。 那个时候, 四大地族对他惧怕不已, 都害怕段氏王朝, 危机四大地族的地位, 事实上, 以段吉道的本事, 的确有那个能力。 不过, 忽然有一日, 段氏王朝却被灭族了, 而自此之后, 段吉道也是消失不见, 过了多年之后, 段吉道在出现之时, 已是满面胡须, 白发苍苍的老者, 他那被白发覆盖的面容, 像是疯子一般, 哪怕他的名声, 当年很是响亮, 可是在他不说的情况下, 几乎没人认得出来他。 后来, 段吉道便来到了这里, 不仅霸占了妖娇王寿的地盘, 定居于此, 还开始寻找被地族抛弃之人, 以及各大皇族优秀的小辈, 赐予他们地级血脉, 再次培养。 段吉道做这些, 为的便是寻找接班人, 所以江无商来到此处, 得知这些后, 很是努力, 而江无商也开始被段吉道所看好。 所有人都觉得, 江无商将是为数不多, 有机会得到段吉道传承的人。 可江无商交友不慎, 中了他人的圈套。 那个人, 叫做宋玉恒, 他是被誉为最有机会, 得到段吉道传承的存在, 也的确是最被段吉道看好的人。 宋玉恒如今年岁过百, 已不是小辈, 可却与江无商成了朋友。 那日, 他请江无商去做客, 并且在江无商离开之后, 还赠予了江无商一件礼品。 但就在当日, 江无商便被冤枉, 偷了宋玉恒父亲的传家之宝。 经过搜查, 果然在江无商的住所, 搜到了那件质宝, 原来那质宝, 便是宋玉恒, 送给江无商的礼品。 江无商有理说不清, 就这样被冤枉, 失去了大好前程, 被送到此处接受惩罚, 要挖矿一年。 本章完, 第1840章, 宋玉恒父子, 小说, 修罗武神, 作者, 善良的蜜蜂。 好你个江无商, 不好好挖矿, 还在这里偷懒, 你这是找打。 啪! 就在这时, 一道鞭声响起, 一道有力的鞭子, 便从天而降, 向江无商的脑袋抽了过来。 这鞭子力道之强, 连虚空都被撕裂开来。 若是抽中, 以江无商的修为, 必然会血肉模糊, 皮开肉绽。 当那鞭子卷来的一个, 楚风就已经明白, 为何江无商再次挖矿, 身上却很还有着一道道触目惊心的疤痕, 想必便是这些人做的。 想到此处, 楚风勃然大怒, 抬手一抓, 便将那鞭子握在了手中, 随后猛然一甩, 只听轰的一声巨响, 便将那卧边之人, 狠狠地摔到了矿山之上。 轰, 一声巨响之下, 那矿山都是微微一颤, 这样的动静, 引起了无数人的注意, 许多人都, 纷纷放下手中的挖矿稿, 看向了楚风这边。 马的, 你是谁啊? 竟然敢打老子? 那位虽比江湖伤强, 是三品半地的修为, 可哪里是楚风的对手? 楚风这一甩, 可将他摔得可不轻, 尽管还在叫嚣, 可是口中的鲜血, 却无法止住地向外流动着。 记住了, 我叫楚风。 楚风说道, 楚风? 我怎么没听过? 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那位强忍着疼痛站起身来, 很是愤怒地问道。 真是无知, 这位便是在拜跃云城, 横扫四大地族小辈, 征服魔兵邪神剑的楚风。 记住了, 这是我江无伤的兄弟。 江无伤指着楚风, 很是得意地说道。 什么? 他便是楚风? 听得此话, 众人皆是一惊, 看向楚风的目光, 变得又惊又恐。 他们在此处修炼不得外出, 虽然没有见过楚风的通缉令, 但却知道楚风的事迹, 对楚风的名字, 早就如雷贯耳, 知道楚风是一个非常凶悍的小辈。 而今日一箭, 果然不同凡响, 竟然连这里的池边人都敢打, 这可是没人敢做的事。 你, 你, 你给我等着。 得知楚风身份, 那个叫嚣嚣的三品半地也怕了, 一瘸一拐, 跌跌撞撞地便跑开了。 楚风不好, 他是去找帮手了, 你快走。 见状, 江无伤赶忙劝道, 找谁? 可是那个宋玉衡? 楚风问道, 是, 他们都是宋玉衡的狗腿子, 受宋玉衡吩咐, 在这里刁难于我。 江无伤说道, 那正好, 我正想会一会那宋玉衡。 楚风冷笑着说道, 胆敢因他兄弟, 楚风管他是什么人都不会轻饶。 果不其然, 那位三品半地离开没有多久, 便有一队人马跑了过来, 他们都是年轻人模样。 为首的, 那位更是年轻, 竟是十五六岁的少年, 但他的修为很强, 与楚风一样, 乃是一位八品半地。 他便是宋玉衡。 江无伤指着那位为首的少年说道, 哼, 一个老头子, 却还伪装成少年的模样, 真是恶心。 楚风面露厌恶之色, 因为宋玉衡年岁过百, 连小辈都谈不上, 就算他不该是白发苍苍的老者, 可起码也应该是中年男子。 但他如今却是少年模样, 明显经过特殊伪装, 在想到他对江无伤的所作所为, 楚风的确感觉作呕。 你便是楚风。 此刻, 那宋玉衡也在打量着楚风, 目光中有着一丝谨慎。 虽然没有见过楚风, 可他却听说过楚风的事迹, 知道这是一个当今小辈中非常厉害的角色。 是你爷爷我。 楚风开口便是脏话, 因为面对一个感应自己兄弟的卑鄙小人, 楚风实在是做不到客客气气。 一个偷窃宝物, 谋杀恩人的畜生, 也敢跑到我是银骨来撒野。 来人啊, 把他丢我拿下。 忽然, 宋玉衡指着楚风说道, 而他此话一出, 其身后的狗腿子们便纷纷亮出兵器, 就想要对楚风动手。 不得无礼。 然而, 就在这时, 一声威严十足的声音响起, 紧随其后, 尹公父与红墙飘落而下。 楚风小游乃我请来的贵宾, 我看谁敢对他无礼。 尹公父怒视四方, 极为霸气。 在这目光之下, 那些准备动手之人, 赶忙收起手中的兵器, 并且连头都不敢抬起地退到了一旁。 可以看得出来, 他们非常惧怕尹公父。 此刻, 还敢正视尹公父的, 便为有那宋玉衡。 尹大人, 实在抱歉, 我只听闻这楚风事情, 却并不知道他是您请来的客人, 多有得罪。 还请大人见谅。 宋玉衡很是歉意地说道, 不必和我道歉, 与楚风小有道歉。 尹公父说道, 听得此话, 宋玉衡先是一愣, 眼中闪过了一抹不情愿, 但最终, 他还是抱起拳头, 准备向楚风道歉。 尹大人, 这楚风做恶多端, 我虽不知你, 为何请这种人来我施营谷做客, 但我觉得我, 没必要向这种人道歉。 然而, 就在这时, 一位中年模样的男子, 飘落下, 落在了宋玉衡的身旁。 这名男子, 虽然是中年模样, 可却与少年模样的宋玉衡, 很是相像。 再加上他先前的话语, 楚风已经确定, 此人应该是宋玉衡的父亲, 而宋玉衡的这位父亲, 也是有着一批武帝的修为。 只是这个修为, 远不如尹公父, 楚风不知道他哪里来的底气, 竟然敢这样, 与尹公父说话。 此处是段大人亲自交给我打理的, 莫非我连请谁做客的权利都没有了不成。 尹公父见眉道数, 冷声问道, 你自然有这个权利, 我也没有说别的。 只是, 宋玉衡的父亲说道, 知道, 我有这个权利就好。 你也不用说别的, 因为我做的决定, 你还没资格管。 尹公父说道, 你, 听得此话, 宋玉衡的父亲, 脸色顿时变得铁青, 当众被尹公父这样说, 他觉得很没面子。 楚风兄, 听闻你征服了传说中的魔兵邪神剑, 想必你的剑法很是出众。 而我刚好也是专修剑法, 今日既然有缘一剑, 我想讨教一番, 不知可否。 宋玉衡掌心一番, 将一把三尺青锋握于手中。 那竟是一把半成帝兵, 看来这宋玉衡, 是想为自己的父亲找回颜面。 而他找回颜面的方法, 便是当众教训楚风。 你要与我比剑。 楚风问道, 莫非你不敢? 宋玉衡说道, 哼, 听了宋玉衡这样说, 尹公父与姜无伤都淡淡地笑了。 宋玉衡胆敢与楚风叫嚣, 那是因为, 他们只听说过, 楚风大闹拜月云城的事, 却不知道, 楚风在攻霸平原, 斩杀四足五弟的事情。 若是他知道, 楚风连五弟都能杀, 想必借他十个胆子, 他也不敢与楚风叫嚣, 还谈什么切磋剑法。 此刻尹公父与姜无伤都没有提醒他, 楚风有多强横。 姜无伤就不用说了, 他巴不得看楚风教训宋玉衡, 而就连尹公父竟然也没有提醒, 似乎连他也很乐意看到宋玉衡出丑的样子。 本章完。